时光如水 岁月如歌 转眼软萌可爱的游子 也要上初中一年级了 游子一大早穿着水手服 开开心心地将给医护看 可惜医护这个不锈钢大直男 根本没在意妹妹衣服的变化 这让游子是满脸怨念 连给哥哥添饭都不加锅板了 一旁的夏离倒是一脸淡定 一边吃饭 一边出旁边一个幽灵的眼睛 现在医护是完全看不到这些东西了 经过与兰染以及阴藩的连场大战 医护终于失去了死神的能力 黑妻一心还是跟傻子一样 为了带哪个领结又跳又叫的 完全没有一个父亲的威严 医护出门上学 他现在也已经是高三的学生了 眼看同考在即 不知道医护是不是也需要做N多的模拟尸体啊 现在的日子虽然平淡 不过能回到高中生的正常生活 应该也是很幸福的事情 他的朋友们已经知道了医护曾经的一切 也都欣然接受了医护的改变 可是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怎么的 医护失去能力以后 夏离的灵力却越来越强了 现在已经是一个高规格灵媒的体质 不过夏离本身就是特别有主意的孩子 所以医护也不是很担心他 在学校 医护还是跟水色和起屋搅在一起 而几个月不见的龙桂 居然长发起腰了 不知道这是在哪接的头发呀 效果还不错 现在的医护已经失去了死神的能力 所以代理牌也不再响起 他终于能好好上学 天天向上 偶尔有需在这附近出现 也会由医护的接班人羽龙跑出去处理 而陆奇亚等人 自上次分别以后 也再没有来过工作厅 医护只能强迫自己 习惯这种难得的安静生活 或许 这就是他以后的常态了 变成一个普通人 一个会为了考大学填志愿发愁 会为了毕业工作的事情头疼 会为以后结婚生子的 琐事而烦恼的普通人 医护以前从来没有认为 自己能看到魂魄是什么好天赋 得到死神代理的职位以后 更没觉得如何幸福 那时候的医护 更希望过上平常人的生活 现在 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可是 他真的开心吗 得不到的 永远在骚动呀 虽然医护已经不是死神了 但是除暴安良 见义勇为的习惯还在 回家路上 看他有强盗抢东西 他第一时间就冲了上去 虽然没有灵力 可他当死神那时候 练就的伸手还在 打个小混混 简直不在话下 他把被抢的包 还给了施主背头哥 背头哥十分开心 想请医护吃拉面 可是医护一脸淡念地拒绝了 做好事不求回报 可是医护的原则 看到医护转身离开 背头哥脸上的笑容 逐渐饱含深意 他的包里 一个死神的代理牌掉了出来 路奇亚在叫他 练刺也在等他 就连希子如今的 九木白灾都在呼唤他 医护这是怎么了 他从睡眸中醒来发现 原来是自己的老爹 黑其一心在叫自己 那一声声 把医护喊得浑身发毛 医护从上上起来 医护就恶虎扑式一般扑了过去 结果医护一躲 医护整个人差点跌出窗外 医护挂在窗户上 豪得人尽皆知 儿子真是不孝呀 眼睁睁地看着老爹 处于危险之中 都不过来帮一把 医护随后就用行动表示 自己对老爹的关切 你这种为老不尊的老爸 还是掉下去的好 正好摔死了 以后魂归失魂见 就不会来烦自己了 因为医护的运动神经 和反应速度抑郁常人 他十分受学校各种体育社团的欢迎 一时间柔道社呀 足球社呀 篮球社呀 大家排队租医护打比赛 医护还真成了 众人风险的香波波 医护让他们竞标 最终决定去了 给他待遇较好的足球社 有钱赚就要多赚一点呀 一点毛病也没有 高三的直击 变成了学校众多学弟心中的女神 那性感的身材 温柔乐观的性格 和美若天仙的脸 多少男生 已能拍到他一张正面照为荣 但女神本人丝毫没有任何感觉 在楼上看到龙贵和医护 在操场上聊天 大大咧咧地叫着两人的名字 然后大白腿夹着排水管 就直接就滑了下来 这气质好像不对呀 直击随后果然被龙贵狠狠地捶了一顿 龙贵对直击做这种不淑女的举动 气得不得了 刚才内裤都露出来了呀 龙贵不许这样一颗鲜嫩的小白菜 做这种有碍观瞻的事情 可医护在紧张过后 却觉得龙贵有点太过了 反正直击也没受什么伤呀 龙贵和医护随后在操场上就吵了起来 直击赶紧拉架说 有事找他俩 其实直击也没啥建设性的事情 只是相招两人商量一下 如何把他邪性的潜质 发挥到极致罢了 明明能靠颜值出道 却偏偏要当邪性 景上直击同学 那是相当有追求了 龙贵突然想起 现在是出去打工的时间 离开之前 他还提醒医护 你是不是好几天没去上班了 不知道会不会被店长开除呢 医护赶紧给店长打电话 果不其然 女店长怒气冲冲 他让医护赶紧滚回来上班 要不然就开除医护 听到这话后 医护想了想现在自己的身家 索性就让店长把他吵了算了 可电话那头听到这话后 态度突然180度大转变 从怒气批评 立马到温柔安抚 医护君 刚才是在开玩笑呢 本店离不开你啊 可医护最后还是挂了电话 我们的医护就是这么高 就在医护打电话的时候 校门口突然有一群混混来找医护 围守的胖大哥说 医护打伤了他的小弟 所以他必须让医护以血还血 以牙还牙 医护认出那个被自己打的小弟 就是前几天抢人包的家伙 他正要出去解决这群弱鸡 羽龙突然走了出来 他让混混们赶紧离开学校 一座小黄毛看到羽龙出来 以为他就是黑气医护 冲上来就想攻击 羽龙一招把一座小黄毛打飞了 石田大爷此时十分生气 自己真让俊脸 到底哪里跟医护像了 为什么会把自己认成医护那个野人呢 看到这一幕 真的不禁有一种错觉 我们是不是串息到热血高效了呀 其实羽龙的本意是平息争端的 但是现在就要变成群殴了呀 医护也赶紧冲上前去 可医护刚制服一个小混混 羽龙就踢了他一脚 羽龙可不想让医护坏了他的兴致 他现在刚好手痒呢 医护也火了 这一期人可是找自己的呀 此时胖大哥还想上前 结果被医护和羽龙的组合拳一拳给干倒了 医护和羽龙其实从没想过合作 他俩只是想把胖大哥先干掉以后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吵架了 毕竟吵架的时候 可不希望被旁边的人打断呢 可惜旁边的混混们 不想给羽龙和医护这样的机会 他们选择一拥而上 羽龙和医护不浪费一点时间 一边跟混混们对打 一边吵架吵得不亦乐乎 医护指责羽龙最近出去对付区的次数太多了 这样会被失魂界发现的 可羽龙说 自己都是受到蒲原喜祖拜托 才会去对付区的 自己也不想呀 他俩一边吵架一边打架 两人双脚不断地在胖大哥身上踩他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医护他们这波混混还没完全解决掉 外面又来了几个混混 这年头 怎么大家都排着队找医护的麻烦呀 虽然医护不怕他们 但是打起来也很烦人呢 可还没等医护做出反应 混混们就被一个人统统打倒了 医护惊恐地看着帮他打倒混混的女子 那时他打工的店长 看到医护屡次三番挺下 还想离职 女店长终于亲自出马了 他真乃女中豪杰 直接冲向医护 抓着医护的脸 一阵狂风般冲上停在学校门口的面包车 转眼逃得无影无踪 连羽龙都没看清楚 他是如何操作的 女店长把医护捆成粽子 扔到了店里的沙发上 还没等他对医护动手呢 旁边的订货电话就响了起来 又是有人找他们店订卖鱼饭 谁能想到 这家店的名字虽然叫卖鱼屋 但是并不卖卖鱼饭呢 女店长名叫卖鱼玉玫 这祖传的名字 她才不会换呢 终于把医护抓回来了 玉玫就迫不及待 赶紧把这些天堆积入山的工作 给医护安排下去 小样 你就赶紧干活将功赎罪吧 听着玉玫介绍的这些工作 这卖鱼屋好像不是个饭店呢 医护刚要反抗 就被玉玫镇住了 这杀气让医护怀疑 玉玫把她脑袋拧下来 应该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好在此时 突然一个软蒙的声音在屋里响起 玉玫的儿子小心舞睡醒了 面对儿子的玉玫 一秒变身 从一个威猛女斗士 变成了温柔的妈妈 睡眼朦胧的小夕 一看到医护就斗志勃发 她总觉得医护 是在寄予自己妈妈的美丽温柔 医护真是冤枉呀 刚才你妈快把我半条面都弄没了 我敢对她有啥想法 是不要命了吗 好不容易把儿子哄回了房间 玉玫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打开门一看 就发现一个大背头 正拿着一碗拉面站在外面 她看着医护的眼神 很值得玩味 医护看到这个人 感觉就不好了 直击听说校门口出现了状况 赶紧分温过来 正好看到羽龙一个人站在那里 却不见医护的身影 难道医护真的如传言一样 被绑架了吗 羽龙安慰直击说 医护倒是被绑架了 但是绑架她的是她打工的女店长 虽然那店长看起来也是奇奇怪怪的 可是医护身边的人 哪有几个正常的呢 知己有点奇怪 最近医护似乎总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羽龙似乎也感觉到了 医护早就已经失去了灵力 但是最近几天 明显能在他身边感受到灵压 背头哥嘴上说要请医护吃拉面 结果却是自己吃了起来 医护十分生气 感觉到自己的感情受到了欺骗 背头哥却理直气壮地说 反正医护不吃 拉面扔了浪费 吃饱喝足的背头哥说 自己不是来找医护的 而是来这里解决一些麻烦的事情 结果刚好就找到了医护打工的这个鳗鱼屋了 原来这家鳗鱼屋 其实就是一家事务处理所 他们帮张大爷遛狗 给李大娘找猫之类的活没少干 背头哥随后拿出了一张照片说 这就是自己的委托 他想知道照片里的人的所有的情报 医护看到照片上 赫然就是黑其一心 他十分生气地站起来告诉背头哥 这个人是自己的老爸 你这想干啥 有什么问题 你就放马过来吧 面对着咄咄逼人的医护 背头哥一脸淡定 他单手扶在沙发靠背上 问医护 你真的完全了解你老爸 以及你的家人吗 他让医护赶紧去浦原杂货铺 说不定能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这背头哥明显不是个简单人物 浦原杂货铺的老板浦原喜助正在营业 而他今天的客人 就是医护的妹妹夏离 夏离在喜助的店里 拿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齿痛的药剂啊 预防被跟踪的药剂啊 还有电磁补副完 也不知道他拿这些东西做什么 喜助问夏离 医护是不是还是老样子 夏离有点沮丧 但是他说 哥哥之前身上背负的东西太多 太累了 既然他已经不是死身 那现在 就轮到自己这个做妹妹的 来守护哥哥吧 夏离转身离开 完全没有注意到 医护就在巷子的另一边 注视着他 这时背头哥也走了过来 他告诉医护 你其实啊 就是一只被蒙在鼓里的小羔羊 对于家人也好 普远喜助也罢 你都是所知甚少 所以如果想保护家人 就必须趁现在赶快采取行动 医护问背头哥他的名字是什么 背头哥说 自己叫银城空武 银城随后扔给医护一张卡片 这是赤果果的邀请啊 医护回到家独自沉思 他正在想白天的事情 芝琪刚好来医护家找他 他把面包房卖剩下的面包 带回来跟医护一起分享 芝琪犹犹豫豫地问医护 最近是不是被奇怪的家伙缠上了 医护没有将事情告诉芝琪 随后一通安慰 总算让芝琪安心下来 其实羽龙也来到了医护的楼下 看到芝琪在 他就没有上楼 他觉得 有些东西还是芝琪问医护更合适 突然 羽龙看到电线上 有一个神秘的男人 在看着书缓步慢行 眼看那个男人要跑 羽龙快步追了上去 那人的移动给羽龙的感觉太奇怪了 需要借力移动时 脚边还会生出几团绿色的火焰 羽龙一边响 一边追 没注意 就被那男人偷袭了 现场很快就传出了救护车的声音 此时医护正把玩着手里的名片 到底要不要通过他 去联络那个神秘的银城呢 晚上 前夜启屋和小岛水色 在一条偏僻的巷子里走着 他们一边走 一边谈论着今天学校的事情 医护竟然跟一群混混打架 然后 还被一个不明身份的美女大姐姐掳走了 启屋觉得 地球真是越来越危险了 还是火星比较清静啊 可能他不知道 火星上现在有巨型蟑螂吧 而相比起屋 水色就觉得 不打架不绑架 怎么能说是热闹的青春呢 两人正聊着 突然觉得 有人在背后跟着他们 两个傻子回头查看 却发现后面空无一人 突然 龙桂一声大吼传来 水色和起屋 就看到一根钢条从天而降 两人都被吓傻了 好在龙桂立马冲了上去 将他们一把推开 施工人员慌忙跑过来 发现三个学生都没受伤 真是太幸运了 但龙桂却不觉得这是意外 他认为 是有人故意扔东西 砸水色和起屋 他俩到底得罪什么人了呀 背头哥银城空无 来到了小公园里 他的同伙 双马尾和独眼男 在这里等着他 双马尾嘲笑银城空无 连一个高中生都说不负 PUA的技术 还得练呀 银城空无有点郁闷 完全没搭理双马尾和独眼男 一个闪身 就越过了他们两人 这可把双马尾惊呆了 医护心情不太好 嘴上说不想当死神 想要平静的生活 但心里怎么想的 只有自己才知道 所以他决定 斩断过去 开启新的未来 他来到河边 把死神代理牌 连同自己的过去 全都扔进了河里 回家的时候 他看到游子 正举着考询跟他显摆 说入学考试 自己考了95分 算是学霸了吧 医护十分高兴地恭喜游子 但这种笑 一看就是装出来的 医护一点都不开心 在井上之鸡的家里 喜悦争一满他小小的闺房 知鸡满脸通红的 回想自己跟医护的见面 本来就是想给医护 送点面包 没想到 被医护邀请进入他的卧室 两人还能一边闲聊 一边一起吃面包 太幸福了 太开心了呀 可沉迷恋爱 无法自拔的知鸡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雨龙出事了 知鸡刚到医院没多久 医护也赶来了 在雨龙爸爸那里 医护听说雨龙是被人砍伤 差点丢了性命 医护不干了 尽管雨龙说这一切跟他无关 医护可绝对不相信 他是主角呀 这事怎么可能跟主角无关呢 但雨龙就是什么话也不说 无论是医护还是知鸡 甚至是他老爸 都无法让雨龙开口 无奈之下 医护和知鸡只好先告辞了 感到已经夜深 医护还提出要送知鸡回家 可龙贤却突然开口 要开车送知鸡回去 难道雨龙老爸这么不地道 为了雨龙 连伍德也不讲了吗 在医护走后 龙贤就将雨龙的伤情告诉了知鸡 他给雨龙检查的时候发现 雨龙的伤口上 还有残疼的灵压 但是这种灵压 他也没见过 不是虚的 也不是死神的 所以说雨龙并不是真的 不想告诉大家他的遭遇 而是雨龙自己也不明白 到底是被什么攻击了 龙贤分析 这种灵压很像是人类 得到了某种强大灵力的体现 灵压的表现 很接近知鸡和茶度 跟灭压师也是比较接近 所以龙贤推测 既然他先对雨龙下手 那很可能接下来 他会出手对付知鸡和茶度 晚上 医护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充满了迷雾 他看到路奇亚的身影 在前面缓缓走着 可是等医护追上去叫住路奇亚 却发现路奇亚不认识他 医护从梦中惊醒 这真是太可怕了呀 早餐的时候 医护突然对两个妹妹说 放学以后 一起去买东西吧 游子和夏立看着医护的眼神 十分奇怪 哥哥这是被夺舍了吗 怎么会突然想和自己 一起逛街购物呢 可怜的医护就是想做个普通人 没想到 就被妹妹们这样理解了 放学之后 医护刚想离开学校 起乌和水色 却突然叫住了他 他们想拉着医护 一起去打保龄球去 人生短短数十年 能乐一天是一天 尤其是昨天 他俩差点被钢筋砸死 更是想在还活着的时候 好好地和朋友享受一下 可是医护跟妹妹们早就约好了 他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去 起乌张了张嘴 没有阻止 他本来还想跟医护说下 昨晚的事情呢 到了商店街 医护远远看到游子 趴在橱窗外看着什么 但是没有看到夏立 这时候 龙贵突然出现 闲聊中 他说出了昨晚的事情 起乌和水色 被不明人士攻击 差点死掉 而现在龙贵又联系不上那俩人 不知道是去哪了 医护听了以后 马上就联想到 这一切是不是跟自己有关 他很想去仔细问问起乌他们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也不好放着眼前的妹妹不管 好在游子孙那种 特别善解人意的女孩子 看哥哥十分纠结 立刻表示 哥哥 还是去搞事业吧 医护跟龙贵一边跑 一边跟起乌和水色打电话 可是根本联系不到他们 他们两个其实在回家的路上 碰到了医护揍过的小混混 现在 是真的出事了 因为感觉是有蹊跷 医护和龙贵更着急了 两人分头寻找 龙贵去保龄球馆找人 而医护则去了 昨天水色和起乌 受到攻击的地方 在那里 果然看到了晕倒在地上的 水色和起乌 医护急坏了 冲过去想看看二人的伤势 却无料 旁边一堆钢管倒了下来 眼看这些钢管 就要砸到毫无知觉的 起乌和水色了 医护不顾个人安危 赶紧冲上去 扶住了钢管 他被钢管压得 完全动弹不得 这时候 他看到旁边走出来一个人 正是那天抢包 被自己打得小混混 小混混表示 自己也是受人之托 他一边说 一边对医护拳打脚踢 甚至还拿出刀子要捅医护 医护虽然没了灵力 但是战斗力 就是不容小觑 暴走的情况下 医护把钢管推到一边 一拳就打飞了这个小混混 但正要乘胜追击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了一个 奇怪的男人出现了 正是昨晚打伤了羽龙的人 医护还想过去抓住 这个神秘人问一问 他却突然消失 原来是羽龙老爸出现 惊走了他 龙贤随后叫来救护车 把起屋和水色送去医院 又告诫医护 不要插手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医护十分不愤 这事情他怎么能不管啊 可龙贤打人打脸 就算你想管 扭拿什么管啊 医护憋屈坏了 难道自己现在 只能眼看着身边的人 一个个的受伤害 自己却无能为力吗 难道没了灵力以后 自己就真的变成废物了吗 绝望之下 他突然想起了银城给他的卡片 于是医护终于拿起电话 决定联系神秘的银城空无 根据卡山的信息 经过一阵让人头晕脑胀的拨好方式 医护总算跟银城联系上了 然后镜头一转 就到了第二天 学校里 知己找到医护 他说 今天没有看到茶渡来上学 不知道是不是生病了 所以想放学后去茶渡家看看 如果医护没啥事 也可以一起去 镜上知己真是鼓足勇气 强忍着害羞 对医护发出邀请 可惜医护不解风情 直接拒绝了 他说晚上放学还有事情 知己是瞬间尴尬了 原来医护昨天晚上 跟银城在电话里 约了今晚八点见面 晚上八点还没到 医护就来到了 跟银城空无约定好的地方 银城看到医护提前到来 十分开心 直言手实就表明 医护很有诚意 医护开门见山说 自己的朋友屡次受到袭击 他问银城 到底是为什么 之前银城空无 拿出过黑奇异星的照片 说明他跟医星也认识 所以医护很想知道 这一切的真相 医护不相信眼前的男人 但除了银城 好像没人能帮他了 银城随后将医护 带到了一栋破旧的公寓里 一边走 一边给医护答疑解惑 他跟黑奇异星 其实没啥关系 把医星抬出来 只是为了吸引医护的 注意力而已 银城带医护来到了 一个房间门前 他让医护把之前 给他的卡片拿出来 刷卡进屋 这是一个很大 很空旷的酒吧 但里面却是黑黑的 这里就是银城的老巢 里面的人都是 银城空屋的同伴 银城说 他们接近医护 就是为了恢复 医护的死神能力 医护难以置信 他一下子急了 抓着银城空屋的 医护领子就问他 到底有什么企托 银城空屋不急不躁 让吧台上的毒眼男 给了医护一杯鲜榨橙汁 这事还得从头慢慢说 银城空屋 他们就如羽龙爸爸推理的一样 是一群生来就有 特殊灵力的人类 他怕医护不相信 还特意给医护 掩饰了一下 只见他用手 靠近杯子 结果杯中的酒 立马就闹腾起来 最后竟然还直接 卷去着送到了银城口中 银城说 自己是抽出了酒里的灵魂 然后命令他 自动进入自己的口中 这还真是懒人 最想拥有的特异功能呀 银城说 他们这一群人的能力 就是能抽出 寄宿于物质中的灵魂 并且能够操控他们 实际上 并不是活物才有灵魂 任何物体 都有自己的灵魂 无论是电线杆还是杯子 牙刷还是马桶 有时候 我们使用某些东西 感觉特别得心应手 其实就是因为 不自觉地理解了 那东西的灵魂 这些物体的灵魂 能帮助人类 更好地使用它们 银城空无它们 可以将这些物体的灵魂抽出来 再用自己的灵魂 将它们强化 进而进化为 更加强大的力量 它们抽取马路的灵魂 让自己跑得更快 跳得更高 而抽取水的灵魂 就能让水自动 飞到自己口中 银城空无 说着 他拿出一条十字架项链 一顿操作之下 小项链居然变成了一把巨剑 这种能量不守恒 质量也不守恒的操作 把医护看呆了 银城空无说 这种能力 就叫做完线术 银城空无正在跟医护聊着天 突然 一个双马尾走了过来 银城给医护介绍说 这是他的同伴 毒蜂利路卡 利路卡就是一个焦躁的小丫头 一进屋就叽叽喳喳 闹个没完 说这里太黑了 让银城赶紧开灯 但银城空无 只让他赶紧把关键人物带进来 关键人物进入房间 医护就呆了 这不是茶渡吗 医护完全不接受了 这到底什么情况呀 其实 就在今天放学之后 没有约到医护的警察之机 独自来到茶渡家 可茶渡家大门紧锁 知己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回应 他只好将带来的面包挂在门把手上 独自离开了 没想到 茶渡现在居然跑到了这里 医护怎么也没想到 能在这里跟茶渡见面 他十分激动 上蹿下跳 非要银城告诉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而医护这边激动 利洛卡那边也是激动得不得了 听到A系医护这个如雷罐的大名 他赶紧拿过手电 想好好照一照这名大名人究竟长啥样 可一看到医护的脸就惊呆了 这也太帅了呀 利洛卡被医护帅得连站都站不稳了 两人闹腾了半天 银城空无终于继续说话了 他问医护 你既然比较了解序 那你知道 虚胸口空洞中失去的心到哪去了吗 那些失去的心化作了假面 化作了吸各种各样神仙的能力 银城空无说 自己和他的同伴 都是在妈妈的肚子里 就被虚攻击过 虚的能力留在了他们身上 所以他们十分讨厌身上的这种奇怪东西 他相信 医护也能理解这种感受 银城说 他们一直想把这种力量剥离 经过一系列的研究以后 他们发现 如果有一个人类和死神结合成出来的孩子 继承他们的能力 他们就可以变成平反人 所以 他们希望医护可以继承他们的能力 这样一来 简直是双赢的局面 医护可以恢复死神的能力 而银城空无他们 也可以变成普通人 然而 有超能力的人 会愿意放弃这样的能力吗 而面对恢复死神能力的诱惑 此时的医护并没有头脑一热答应下来 医护没给银城他们面子 他反而质问银城空无 自己的朋友们 为什么会受到攻击 是不是你们这些人干的 能不能恢复死神的力量 可是另外一件事啊 银城空无先是没有说话 然后脸就逐渐正中了 你真的不想恢复死神的力量吗 谈话最终不欢而散 银城空无等人十分郁闷 他们的希望再次破灭了 好在黑妹和独眼男 本来就没对黑棋医护抱什么希望 相反是独风妹子 一提到黑棋医护 就翘脸通红 这小女孩思春了 而银城空无一点也不着急 医护早晚会想恢复死神的力量的 动画片还没结束 男主角不可以变成平凡人 夜晚的工作厅 一个孤魂野鬼在外游荡着 他现在正在成为虚的过程中 其胸口虚动 被铁链撕扯着 他感觉痛不欲生 而随后 无数铁链更是在他周遭出现 他们好像蜘蛛网一样 将他层层缠绕 魂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这时候打伤羽龙的神秘人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他淡然地笑着 完全无视魂魄的痛苦 没有死神在这里 真是太好了呀 而紧接着 神秘人就将一柄长剑 插入魂魄的未成形的虚洞中 一阵红光闪耀 两人随即就消失了 不知道这神秘人 是有什么目的啊 请上知鸡来到医院探望羽龙 羽龙的伤势恢复了一些 但是看起来还是非常虚弱 知鸡搬来了一大堆DVD 来给羽龙解闷 可羽龙看到这些 就觉得有点太过了 其实他也知道 知鸡来医院 并不只是为了探望他的伤势 知鸡吞吞吐吐地问羽龙 你被袭击的地方 就是在医护家附近 是不是感受到了医护身上 有些奇怪的地方呀 羽龙说 自己确实感觉到了医护周围 有一些残留的灵压 但应该与袭击他的人 没什么关系 两人正聊着 突然感觉大地一阵阵颤 就虚出没了 羽龙条件反射地想起了战斗 可是伤势还没有恢复 不宜乱动 知鸡便自高奋勇地出去 除没味道了 毒风利路卡叫上黑妹 在医护的学校门口蹲守 他想看看医护到底有什么魅力 让银城空无非他不要 可黑妹却说 利路卡真是喜欢上医护了 他才没兴趣跟人屁股后面做狗仔呢 医护在放学的路上走着 总觉得有人跟踪他 他频繁回头 结果把利路卡也吓了一跳 医护没灵力了 怎么感觉还这么敏锐啊 这时候知鸡跑了过来 他正在追踪虚的灵压 可是这灵压没多久就消失了 知鸡都以为 自己是不是感觉错误了 他微笑着与医护聊天打招呼 这一幕倒是深深刺激了 利路卡脆弱的内心 满满的醋味 隔着屏幕都能闻到 晚上医护独自在家 回想着这几天经历的事情 他本来已经下定决心当个平凡人 但是偏又诱惑他 回到原来的世界当中 即使昨天他跟银城空无约了晚上 给他答复 可医护最终还是没有去 银城空无在酒吧里等了许久 终于坐不住了 而第二天一早 医护在家吃早餐 夏离突然问医护 是不是跟谁约好了 因为他感觉 昨晚好像有什么人 一直在家附近徘徊 医护马上就想到了银城空无 在巷学的路上 医护没有碰到银城空无 却碰到了茶渡 茶渡最近都没怎么去学校了 现在也是一副 黑道风云的装扮出现 这是去混黑社会了吗 茶渡其实是特意来找医护的 两人来到小河边 他问医护 是不是还记得中学时候的约定 那个时候 医护曾经奋力保护了 茶渡真是的东西 从那以后 茶渡就上了贼船 一直跟在医护身边 与他并肩战斗 茶渡说 自己是最了解医护的人 他知道医护表面一副 风轻雨淡的样子 其实内心肯定因为失去力量 而痛苦万分 不能再保护周围重要的人 这是对于医护来说 是多么无奈的事呀 茶渡希望医护能够恢复力量 可医护最后只是叹了口气 就离开了 放学后 医护一个人往家走 突然 在街上与神秘人擦肩而过 他清楚地记得 这个看小说的悲淡男 就是自己曾经遇到的怪人 于是医护立刻追了上去 可是追着追着 悲淡男就不见了踪影 医护在不远处 看到了放学回家的游子 游子对即将带来的危险 毫无知觉 还想约医护一起去买菜呢 此时 突然一阵旋风在医护身后出现 医护还没反应过来 游子就被一个 看不见的东西抓住了 医护想扑上去救游子 但现在医护自保上起困难 根本没办法救妹妹啊 眼看着游子就要被抓走了 银城空屋突然出现 他一个翻身 救下了早已经下晕过去的游子 银城空屋一边拔剑 一边邀请医护 待会一起去吃拉面啊 这家伙到底对拉面有什么执念啊 随后在银城空屋见光的照耀下 我们终于看清楚了 想抓走游子的是一个虚 银城空屋毫不费力就把虚砍死了 医护看着目瞪口呆 这个等级的虚放到以前 他动动小指就把它灭掉了呀 真是虎落平阳被拳击 医护现在变成了普通人 别说保护家人了 就连虚都看不到了 银城空屋也没说啥扎心的话 只是告诉医护 把自己封闭起来 是很痛苦的事情 但这里 神秘的悲难男刚刚制造了一只虚 虚就出现抓走了游子 而且还让银城当着医护的面成了英雄 这如果没鬼 谁信呢 银城回到了他们平时集合的酒吧 利路卡知道银城当英雄的时候 冲他大吼大叫 怎么能轻易把医护放掉 为什么不去用这份救命之恩 让医护加入他们 这时候瞎子都看出来 利路卡是喜欢上医护了 可利路卡死活不承认 就在这时候 医护就跟着茶渡走进了酒吧 利路卡看到医护 整个人毛都炸了 但医护没搭理利路卡 静止就走向了银城空屋 他说 自己并不是因为想还银城空屋人情 而是自己想找回死神的力量 有了力量 才能保护最重要的人 银城空屋随后如释重负的 将医护的死神代理牌还给了医护 原来这东西 医护虽然扔了 但银城空屋却给他捞了回来 于是从这点起 医护就开始了早出晚归的日子 时间一长 家里的两个妹妹对他十分担心 已经很晚了 两个小姑娘谁也不睡觉 都在等着哥哥回来 游子和夏丽已经感觉 哥哥最近不对劲了 每天总是深夜回来 这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两人正在担心的时候 医护刚好回了家 游子和夏丽想找机会跟哥哥聊聊 可是看到哥哥一脸元气满满的样子 突然就不担心了 医护这几天 其实都在银城空屋的 完线术者组织里刻苦修炼 这天夜里 他又被叫到了完线术酒吧 刚来就看到利路卡 抱着个箱子进来了 因为用脚踢门 让整天只知道玩游戏的雪絮 看到了他的内裤 雪絮就想让利路卡以后讲文明一点 没想到 利路卡却因此像吃了枪药一样 不停地抱怨起雪絮 他不觉得走光有什么问题 只是对雪絮想让他用手开门很不满 你没看到我树立抱着箱子吗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我做事了呀 利路卡的嘴 就好像机关枪一样说个没完 可是对于雪絮来说 完全没用 因为雪絮带着耳机在玩游戏 利路卡那些唐僧的紧箍咒 雪絮根本没听到 眼看利路卡就要火山爆发了 黑妹赶紧出来打圆场 他让利路卡给医护解释一下 箱子里的东西 而等把箱子打开 医护就傻眼了 这分明就是一个玩偶屋呀 难道这是他们组织送给医护的礼物吗 大老爷们为什么要玩玩偶啊 利路卡说医护想多了 这个其实是给医护准备的试炼场 于是医护还没等反应过来 就被利路卡塞进了这个粉嫩可爱的少女风玩偶屋里 医护狼狈的爬起来 就看到迎面走了一头猪 这未免也太儿戏了吧 可是利路卡却说 这相当正经 他让医护赶紧战斗 打败那头猪 此时医护根本没机会拒绝 那头猪就朝着医护攻击过去了 粉粉嫩嫩的猪 还有点萌 这家伙有没有战斗力咱们知道 反正嗓门可是跟他的主人有的一拼 看到医护转身跑个不停 利路卡一脸横其不争的看着医护 他告诉医护 这个玩偶屋 就是自己最喜爱的东西 他们完先竖着的力量 都是通过爱来展示的 就好像银尘空无 他最喜欢的东西 就是那条项链 所以他的武器就是项链 而自己这种转萌萝莉 自然最喜欢玩偶了 他的武器就是玩偶物 所以现在医护需要做的 就是学会玩线术 打败这里的小可爱 可爱的猪男对医护下手 可是一点也不留情面 医护现在啥能力也没有 只能拼命逃跑 他被利路卡笑话 堂堂黑棋医护大男主 什么时候沦落到如此地步 竟然被一只猪追着跑 这也要说出去 不得让人笑得大牙呀 医护终于找到了 逃窜的间隙询问路里卡 玩线术到底是啥玩意儿啊 我不是在练习 怎么恢复死神力量吗 怎么就要学这个玩线术了呢 我应该怎么学呀 有没有心法诀窍啥的 利路卡一直觉得非常好笑 他表示 他们都是一出生就会玩线术的 可没啥能教你的 你自己领悟吧 说完就哈哈大笑 完全没一点爱恋医护的样子 最后那只一直追着医护跑的 猪猪侠看不下去了 他让医护别落想着逃跑 你倒是攻击我呀 原来这只不恶猪的体内 关着一个大叔的魂魄 他必须在15分钟之内解决掉医护 否则 就只能一直被关在这里 此时利路卡有些看腻了 他把玩偶屋的屋顶盖上 就让医护和猪大叔 在里面自生自灭吧 这一下医护逃生的最后一条路 也被彻底的堵死 他只能想着打败猪大叔了 可是医护啥也不会 怎么打败这个大怪物呢 医护突然想起 利路卡说过 玩线术的力量源自于爱 就是把自己喜欢的着迷的东西的力量 提升那极致 比如银尘空屋的项链 和利路卡的玩偶屋 于是医护就开始思考 自己有什么最喜欢的东西了 这时候 茶度买东西回来 看到医护在玩偶屋里训练玩线术 立刻就急了 他赶紧掀开玩偶屋的房顶 对医护喊 赶紧用那个死神代理牌呀 只有用他做桥梁 你才可能学会玩线术 其实医护的想法 跟茶度不谋而合 可就在这时 玩偶屋的暴警器突然响了 原来利路卡让独眼男 设计了15分钟倒计时 如果医护没有在15分钟以内 干掉猪大叔 那猪大叔就会暴走 现在15分钟到了 猪大叔开启暴走模式 变成了猪大怪 而更严重的是 玩偶屋也被独眼男下了定时器 医护必须在里面存活30分钟 否则 就会被燃烧殆尽 利路卡这时候真的后悔了 但是世上哪有后悔药呢 猪大怪攻击力十足 并且完全没有理智 医护只能拼命逃跑躲避 玩偶屋很快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此时医护终于找到了机会坐在墙角 他拿出了自己的代理牌 思考如何才能学会玩线术 银城空无说过 玩线术是引出物体的灵魂 那么现在 自己就应该需要引出代理牌的灵魂才对 可是怎么做才能引出灵魂呢 查杜在场外给医护提示 他说 自己第一次使用巨人的右腕时 心中充满了荣耀 为自己强健的体魄 和有力的手腕感到自豪 所以医护必须回想起来 他对死神力量的那种荣耀之感 得到提示的医护 于是立马开始思考 他曾经作为死神的荣耀 想着想着 就来感觉了 作为死神 真是太有面了呀 感觉到医护的心情 死神代理牌很快发出了一道刺目的红光 红光中 还充斥着一丝黑色 这就是展月的力量呀 此时医护手里拿着一个十字架一样的东西 说是展月的刀饿 在玩偶无碍的茶度看到这些 差点老泪纵横了 医护终于开窍了呀 这就是医护的玩线术呀 此时银城空无也十分感慨 虽然医护已经失去所有灵力了 但是他的死神代理牌 却一直记得医护死神的力量 得到了新的力量 医护开始思考如何使用 这东西为啥没有个使用说明书之类的呢 医护把手里拿着的十字架扔下猪大怪 可十字架离手后 很快变回了代理牌 看样子 只有在医护手握代理牌的时候 上面才会出现斩破刀刀饿的灵压 他试着将刀饿砍向猪大怪 发现依然没有作用 医护沉着冷静地一点点试探 终于发现了正确的使用方法 外面观战的银城空无 看着医护十分佩服 越是在战斗中越是冷静 越是遇到强敌就越强大 这究竟是经验 还是战斗的本能呢 总之啊 黑棋医护真是天生的战士啊 此时医护感觉到手中握着的刀饿 似乎有一种奇妙的力量 他很快握着代理牌 朝着猪大怪跑过去 在外面观战的利鲁卡都吓坏了 医护是有什么想不开吗 这不是自杀式攻击吗 医护其实是突然有了月牙天冲的感觉 他跑过去 像使用月牙天冲一样 对着猪大怪一刀砍过去 随后一股车轮转的黑红色领压 直接打在了猪大怪的脸上 猪大怪应声而倒 医护第一次实验完线术就成功了 他冲着玩偶无外的人喊 快放他出去吧 可独眼男觉得 猪大怪也许还没被打扮呢 但话音未落 猪大怪就缩小变成了原来的猪大叔 这下 试炼式终于结束了 随后利鲁卡两个喷嚏 就把医护和猪大叔放出了玩偶屋 实话实说 这里感觉还真有点那啥呢 总之是来得懵逼走得迷糊 可怜医护在玩偶屋里 被利鲁卡的喷嚏浇得浑身湿透 他一边擦干自己 一边考虑 怎么收回代理牌上的灵压 可代理牌上的灵压却自己消失了 陆陆续续的传来人说话的声音 医护侧耳吸听 那不是路奇亚的声音吗 医护还想吸听 但声音很快就没有了 知己还是没事就去茶渡家 给他送面包吃 可是茶渡这几天一直没出现 知己独自来独自走 丝毫没注意到 自己已经被人盯了很久了 盯着他的平头哥 正好就是背带男派来的 背带男名叫月岛秀九郎 他似乎是要平头哥来刺杀之际 然而看平头哥的样子 他就不是能忍心对女人下手的人 可平头哥给自己打气 为了月岛先生 自己一定要拼了呀 于是平头哥随后 就跑到知己的家门口 撅着屁股 可知己看都没看他 平头哥做了恩多心理建设 终于在知己背后说 自己名字叫狮子和元 然后就非常客气有礼貌的 在背后问知己 我可以在这儿把你弄死吗 还真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杀手了 狮子和元随后一跃向前 就要攻击知己 但当知己听到锅噪声 木然回头后 狮子和元就觉得 自己不能了 这女孩咋长得这么好看 这身材为啥这么好呀 母胎单身多年的狮子同学 就连看到母猪 都觉得眉清目秀的 更别说看到知己 这种人类高质量女性了 狮子同学 现在是完全下不了手 她需要更多的自我催眠呀 而知己看着她 立刻想到了 或许她就是袭击羽龙的人 平时温婉可爱的知己 立刻露出肃杀之气 是不是你伤害了羽龙啊 此时两人之间的气氛 开始紧张了 而这时候 月导突然在知己身后出现 她主动承认 羽龙是自己打伤的 在玩献术组织酒吧里 猪大叔也解放了 原来玩偶猪里的大叔不是幽灵 而是一个普通的胖大叔 他是莫名其妙 被利洛卡抓来 扔到玩偶屋里的 现在用完了就让他走 他就不乐意了 胖大叔伸手 就问利洛卡要辛苦费 那利洛卡必然不能助长这种坏风气啊 他不光不给胖大叔钱 还扔给胖大叔一个粉色手机 以后有这种工作还找你哦 胖大叔 你要是不在15分钟之内赶到 我就收拾你 胖大叔被吓得落荒而逃后 利洛卡让医护也赶紧滚蛋 可医护却不想走 他觉得 自己应该留下多做练习 但银城空武说 玩献术是十分耗费精力的 如果过度训练的话 就会适得其反 医护只好听从银城空武的话 回家休息 养身体 在枝鸡家门口 月岛满脸温柔地对枝鸡承认 羽龙就是受了他的袭击 狮子合员感觉月岛似乎要出手了 他终究还是对伤害枝鸡十分不忍心 于是就故意挡在月岛前面 说对付枝鸡这种女人 应用牛刀呀 可是月岛不吃这一套 直接开口赶他走 狮子合员还是不肯放弃 满脸诚意地跟月岛表忠心 可此时月岛合上了手里的书本 十分严肃地 让狮子合员赶紧滚 看到狮子同学还想挣扎一下 月岛就抽出了书签 书签上燃烧着闪闪绿光 合员真是吓得干颤了 茶渡跟医护一起结伴回家 路过家门口 他让医护等一下 因为知己最近每天都给他送店里卖身的面包 家里的面包太多 吃不完了 他想让医护也拿一半回去 可当茶渡的手 接触到面包口袋的那一刻 立刻就惊呆了 在面包口袋上 他明显地感觉到了一股奇怪的凌压围绕 茶渡知道 知己肯定是遇到麻烦了 茶渡的感觉丝毫没错 这时候的知己 正被月岛堵在门口 月岛手里冒着绿光的书签 瞬间变成了一柄冒着绿光的刀 这就是月岛的完线术 终结之书 可月岛说 自己并没有打算收拾知己 而是想教训一下不听话的狮子同学 要杀狮子给知己看 圣母知己 自然不会看着狮子同学死在自己面前 他毅然居然挡在核原面前 茶渡和医护疯狂地往知己家里跑过去 而这时候 知己正在跟月岛对质 他挡在狮子核原面前 不让月岛伤害他 这一切 其实都在月岛的预料当中 他知道 知己就是这样一个 连敌人都不忍心伤害的人 狮子核原看到知己护着自己 本来还很感动 但是 他听到知己喊他寿司核原 就一点感动都没有了 他的姓时代日语里的发音 确实很像寿司 可这不是知己叫错自己名字的理由啊 知己一言不发地看了面前的月岛 一直在思考 如何才能阻挡月岛的攻击 就在这时候 月岛突然转身离开 知己觉得不好 赶紧释放三天结盾 想拦住月岛 可不料 月岛突然在知己身后出现 他一刀劈砍进了知己的胸口 等医护和茶度赶到知己家门口的时候 就发现知己正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 一动不动 他浑身上下 没有地方受伤 此时知己也是一脸懵逼 他刚才明明感觉到 月岛那把刀子 已经砍到自己身体里 那被刀子刺入胸口的感觉 如此清晰 可是 现在却连一个伤口都没有 茶度和医护问知己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知己没有把事情告诉医护他们 只是说 自己肚子疼 所以蹲在地上休息 但是茶度不买账 他明显地感觉到 这边有奇怪的灵压出现 知己随口边瞎话说 刚才有朋友来拜访 那些朋友刚刚离去 医护他们就到了 其实此时知己内心 已经彻底诧异了 自己怎么会不自然的 想把月岛当朋友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 虽然茶度不怎么相信这些话 但是毕竟知己没有受伤 他们也就没有申问 两人随后一起离开了知己的家 走在回家的路上 医护问茶度 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 知己周围确实有奇怪的灵压吗 茶度猜测 知己之前那样说 就是不想把医护牵连进来 他不知道 现在医护的能力 正在逐渐恢复 茶度也打算决定 顺应之际的想法 不将此事告诉医护了 他说 自己可能灵压感知错误 让医护不要胡思乱想 医护没有强行问茶度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他跟茶度分开以后 就急匆匆地去了 完线术酒吧 酒吧里 银城空无十分开心 多喝了几杯 他正在跟朋友斗嘴的时候 突然发现医护回来了 医护开门见山 直接问银城空无 那个攻击羽龙的人 到底是谁 他似乎又出现了 银城空无此时 终于说出了月导的名字 他以前也是完线术者 是自己的朋友 而且 还曾是他们这个 完线术组织的领导人 可惜道不同 不相为谋 曾经大家为了消除力量 而齐心协力 月导也为此付出了很多精力 这个把力量 交给死神代理的方法 其实就是月导想出来的 但是他们好不容易 找到死神代理 死神代理也接受了 几个完线术者的力量以后 月导就突然性情大变 他杀了死神代理 又杀了把力量 传给死神的完线术者 然后 就在大家的面前消失了 银城空无 现在还保留着 那个死神的代理牌呢 他告诉医护 他们没有人知道月导想干什么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月导一定会阻止他们异性人 跟死神代理接触 医护曾经是代理死神 所以最近他的身边的人 才开始击二连三的遭殃 月导先攻击羽龙 然后是接触上井上之机 现在医护周围的人 都处于极度危险当中 医护的性格 是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他自然不会向恶势力低头 现在 他反而激起了 更加努力修炼的决心 为了去跟恶势力决斗 自己就要当 整个工作厅最强的恶势力 医护离开完线术酒吧 就去了漫渔屋找玉美 他想请一个长假 可玉美十分生气 医护天天请假 也不来上班 找这么一个工读生打工 简直是自己最大的错误 可玉美也知道 医护是有事情缠身 他告诉医护 不用担心连累他 他是一个大人 如果自己这个大人 都不能好好保护 医护这个高中生 那这些年 就白活了呀 玉美让医护 有什么事情都跟他直说 小孩子 是可以依靠大人的 医护回到家门口 发现不靠谱的老爸 居然就在外面 他正要过去打招呼 突然就发现 蒲元喜柱迎面走来 原来自己老爸 是为了等店长呀 医护赶紧躲了起来 看着蒲元喜柱 和自己老爸走远了 医护突然心里 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觉得 喜柱很有可能 在伴着自己 诱骗老爸什么事情 说过喜柱是个坏蛋 自己要怎么 才能干掉他呀 看样子 医护是彻底相信 吟诚的话语了 知己把自己的经历 在电话里告诉了茶度 最让知己难以解释的是 他跟茶度说话的时候 心里突然觉得 月导是他们的朋友 而且知己仿佛觉得 寻着过去的记忆 能找到月导的影子 这种念头的出现 毫无依据 真是太可怕了 知己告诉茶度 今天来的人 除了月导 还有一个叫寿司和元的人 他要茶度一定小心 此时狮子同学 正在委屈巴巴的 跟月导吃饭 这么霸气的名字 怎么还能被人念错呢 月导让和元 停止插手知己的事情 知己现在已经被自己拿下 接下来 他的目标有两个人 茶度和医护 到底应该先对谁下手呢 月导陷入了 选择困难症当中 这月导还真是把茶度和医护 当成了盘中餐呢 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为了尽快给自己找回死神的力量 医护又来到了玩线树酒吧 找银城空无 给他制定修炼计划 银城于是又把医护交给了利路卡 医护不怕修炼 但是他是个钢铁之男 咱能不能不去这种小女孩 才会喜欢的玩偶屋里修炼呢 利路卡拿来了一个鸟笼子 表示这里 就是医护今天训练的场所 看到医护不耐烦 银城空无告诉他 医护的玩线树 跟别人不一样 他的玩线树 不是天生救灰 所以就必须依靠自己努力修炼 才能顺利掌握玩线树 为了帮医护早日找回死神的力量 只能让医护不断瀕临极限 困境 能促使人体内的潜力爆发 医护才可能更进一步 医护点头表示十分理解 但是他觉得 与其让利路卡用那些奇怪的玩偶折磨 不如跟玩线树组的人打一场 实战中不是更容易激发自己的潜能吗 利路卡气得冲医护吼 你以为你就会使用玩线树了吗 就你这种弱鸡 只配跟鸟笼里这只弱鸡对抗 或者下面那只猪玩偶 也能当医护的陪练 医护这点实力 跟他们组织里的任何一个人对打 都只有死路一条 可医护却不认可利路卡的话 他说自己的力量 本来就是在一次受越种 变得越来越强大的 所以医护是抖M实锤了呀 这家伙不挨揍就浑身不舒服 听到医护都这么说了 银城空无同意了医护这种自虐的练习方式 可是只有银城空无同意了不好使 黑妹和独眼男还是投反对票 黑妹说 自己凭什么要傻乎乎的跟医护对打 她觉得医护学习完线树的理由 就是小孩子的义气用事 而且她对完线树深恶痛绝 每次使用都十分糟心 所以无论如何 她都不会给医护当陪练 而独眼男则觉得 这种训练方式太危险 医护自身负担重不舒 急于求成的话 很可能导致完线树暴走 那医护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所以独眼男觉得 与其冒险训练 不如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修行比较好 既然大家提出理由反对此事 银城空无顺应民意 医护还是踏踏实实一点点修炼吧 于是 医护就又被利路卡关进了鸟笼里 鸟笼里医护又看到了老朋友朱大叔 还有一个新朋友 若姬 今天医护的任务就是干掉他们两个 于是医护拿出了死神代理牌 跟朱大叔和若姬站在一处 黑妹独自离开完线树酒吧 独眼男追了过来 原来黑妹的心情看起来很不好 所以银城空无让独眼男来看看他 黑妹太痛恨自己会完线树了 他问独眼男 是不是也一样痛恨 但独眼男年纪大响开了 他跟黑妹说 这个完线树 就好像老人脚上的旧伤 旧伤每到阴雨天都会疼 所以老人就从来没有被雨淋湿过 既然无法消除完线树 不如享受它带给你的便利 茶渡一个人在街上走着 一边走 他一边回想起织鸡昨天跟他说的话 当时织鸡明明觉得 自己是被一把刀捅了 但身体上却没有任何实际的伤口 而之后 他甚至还觉得月导是他的朋友 看来这个敌人 有能控制他人记忆和情感的能力 他觉得 应该去医院找雨龙了解一下情况 看看雨龙是不是也有奇怪的感觉 可此时茶渡突然发觉 有人跟踪他 他回头就看到了一个人影一闪而过 茶渡立马警觉起来 赶紧逃离这个地方再说 茶渡的灵压波动 让远在完线树酒吧里的人都有了反应 雪须问迎城空无 是不是感受到了什么 鸟笼里 一听茶渡名字 医护就不干了 我的朋友出什么事情了 趁着医护分心 朱大叔和若姬运用组合攻击 把医护牢牢制住 迎城空无告诉医护 是有奇怪的灵压接近茶渡了 医护马上想到月导 他要终止修炼 赶紧出去帮茶渡的忙 可迎城空无不同意 修行已经开始了 就必须坚持下去 这时候 独眼男和黑妹也回到了酒吧 黑妹一脸鄙视地跟医护说 你修炼完线树 嘴上说是要保护重要的人 实际上 就是小孩子瞎成能 就你这两下子 还说去保护茶渡 你去了 根本就是给茶渡拖后腿呀 可医护坚持自己的想法 他说 虽然自己的力量十分薄弱 但是如果明知道朋友有危险 却因为自己能力低微 而袖手旁观的话 他一定会后悔的 这句话 深深地戳到了黑妹的心灵 他仿佛看到了 当年自己抱着孩子的尸体 歇斯底里爆发的样子 黑妹有点动摇了 但是规矩就是规矩 医护必须在规定时间内 战胜猪大叔和若姬才行 猪大叔和若姬时间一到 又开始暴走 医护被他俩追得 只能逃跑奔命 玩线树的感觉 虽然跟月牙天冲很相似 但是力量却差了千百倍 医护突然发现 因为没有刀身 所以从准备到 放招的这段动作太快了 如果他动作慢点 是不是能压缩更多领压呢 有了想法 医护马上付诸行动 果然 这下代理牌的威力强多了 他一下就把猪大叔和若姬秒杀 而且不光秒杀了猪大叔和若姬 医护直接还把鸟笼子炸了 他爆发出来的力量 让众人一惊 逃出来的医护 第一时间就要去救查渡 但是给查渡打了个电话才发现 查渡根本没事 虽然遇到了不明人的跟踪 但是对方什么都没做 这一点 查渡也觉得十分费解 既然查渡没有什么事情 那医护就要继续训练了 这一次等着医护的 是一个卡哇伊的水槽 医护进入水槽以后却发现 黑妹正站在水中 这一次医护的对手是黑妹 医护拿出死神代理牌 换出他的回旋翼 做好战斗准备 黑妹问他 为什么没攻过来 医护理直气壮地表示 女士优先啊 黑妹无奈 只好率先动手 她的丸线术 居然是只脏靴子 也就是说 靴子越脏 她的攻击力越强 所以这姐是不是 从出生到现在 就没有洗过鞋呢 黑妹的丸线术在靴子上 所以可想而知 她的角力不是一般的强 没了死神力量 只有代理牌的医护 跟黑妹打起来十分吃力 她速度不够快 根本碰不到黑妹 而黑妹却能轻而易举地 把死神代理牌回旋一踢碎 利路卡不忍看到医护被虐 也觉得脏靴子有碍观瞻 于是就转身出门了 好久没有这种剧烈的战斗 医护的体力消耗十分巨大 很快她就气喘吁吁 而对面的黑妹却毫发无伤 连大气都不多喘下 其实刚才黑妹一直在防御 并没有真的对医护发动攻击 她也是在摸医护的底细 不过现在黑妹觉得 自己了解的差不多了 她随即开始对医护真正发动攻击 一时间水花飞泣 黑妹的脚又狠又快 一脚一脚都踢到了医护身上 她十分瞧不起医护 完全是一边打斗 一边想如何还击 如果对手动作足够快足够猛 那医护还没来得及 想出破解方法 就已经死翘翘了 所以黑妹决定给医护上一个 她把靴子上沾满了泥浆 沾上了泥浆的靴子 明显力量更强大了 一脚就把医护踢得飞出去很远 脏靴子的好处就在这里 沙子 土块 泥巴 尘埃 无论什么东西 只要让靴子变得更脏 她的力量就会变得更强大 这黑妹的战场如果是在厕所里 是不是就天下无敌了呀 为了给医护展示自己靴子的能力 黑妹努力将靴子弄得更脏 这一下 医护更加没法接住黑妹的招式了 只能徒劳躲避 利路卡一个人离开了完线术酒吧 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作为一个爱美的女孩子 她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把衣服弄脏 那个黑妹居然要把靴子弄脏 才能发挥实力 这种女人 利路卡再不想看她使用完线术呢 视线被旁边橱柜里的小玩意儿吸引 发卡首饰和小玩具 还有漂亮华丽的衣服 这才是女孩子应该喜欢的东西吗 利路卡更加肯定 自己一定要跟黑妹划清界限 不要被那个邋遢的女人弄脏了 可脏靴子虽然有爱观瞻 但是真的很好用 黑妹把医护打得四处逃窜 医护得黑妹都生气了 你倒是还手啊 只是一味地躲来躲去 这个仗打得有什么意思啊 黑妹提醒医护 现在她已经不是死神了 没办法依靠死神的灵压来战斗 医护现在能依赖的只有肉体 医护现在是血肉之躯 再这么脱下去 会累 也会死 所以必须在自己身体还能战斗的时候 赶紧把敌人解决了才行 这是完线术者和死神的本质区别 在黑妹的刺激下 医护又鼓起了斗志 又把死神代理牌向黑妹扔了过去 这一招 医护已经用了无数次了 一点新鲜感也没有 还漏洞百出 黑妹点拨医护 医护的招数威力十分不稳定 而且代理牌上的回旋翼数量 似乎会根据医护的能力而增多或减少 最多六个 最少三个 医护每攻击一次 回旋翼就会减少一个 等回旋翼减到四根技下的时候 就能一脚踢碎了 另外 医护连续使用三次以后 也会露出破绽 黑妹自以为得计 她抓住了这个破绽 向医护攻击过去 却明亮道 医护等的就是这一刻 当黑妹脚朝着医护踢过去的时候 医护突然消失了 随后 她在黑妹的身后出现 她一脚狠狠踢向黑妹 脚上 竟然还带了完线术者之光 这让黑妹十分惊讶 因为一旦医护身上有了完线术者之光 就说明 她对完线术的熟练程度越来越高了 这孩子 还真是天生的战士啊 她能找出甚至伪装出自己的缺点 并且将其灵活应用于实战当中 黑妹都有点佩服医护了 问她的战斗方式是跟谁学的 医护表示 这是经过千百次战斗以后 养成的本能 说起战斗 虽然医护年纪小 但是经历的战斗次数和强度 但是相当高的 蓝燃你听过没啊 那是要蔑视的家伙啊 他就是栽在自己手里的 现在医护其实就是王者练小号 硬件不好 但是意识强啊 这下 黑妹终于收起了对医护的不屑 医护跟黑妹 你来我往地对抗了无数回合 黑妹突然发觉医护不对了 此时 医护的代理牌发出了剧烈的光芒 医护半个身子 几乎都被红黑色的光笼罩了 这是医护的完线术暴走了呀 黑妹赶紧叫停对抗 但是医护却不愿意停下来 她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 还想继续跟黑妹对打 黑妹赶紧呼叫利路卡 让她解开玩偶屋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黑红色的光芒 把黑妹吸了过来 暗倒在地上 医护咆哮着要继续战斗 黑妹从泥水里爬起来 既然医护都这么要求了 黑妹就决定 满足医护 陪她打下去 而这时候 查杜也来到了完线术酒吧 她来找银城询问月导的详细资料 查杜将知机的早语告诉了银城空无 为什么知机被捅了 但是毫发无伤 为什么知机会突然觉得月导是朋友呢 她明明是第一次见到月导 而且还被月导伤害了呀 现在知机在记忆中 似乎都能找到月导存在过的痕迹 所以查杜怀疑 月导似乎会心理暗示 还能篡改他人的记忆 但是银城却说 月导的完线术 是没有这些功能的 它的完线术名叫终结之书 攻击力很高 但是并没有什么特殊能力 而完线术的能力 也不会随着成长而变化 可查杜却举出了反例 自己的完线术 不就是在不断成长吗 银城空无说 你那不是完线术成长 而是你的完线术 一开始就没有开发完全 银城空无比较关心羽龙 是不是也有这种记忆错乱 如果羽龙也有 那才能说明月导有了新的能力 如果羽龙没有的话 那攻击之机的人 就绝对不是月导 银城空无话音未落 酒吧的门被人拆掉了 此时月导缓缓走进酒吧 他一边走 一边跟大家打招呼 仿佛大家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 银城空无十分生气 怒喝月导让他站住 可是月导已经看到了 医护和黑妹战斗的那个水族箱 他手起刀落 把箱子披成两半 银城空无想阻止 已经来不及了 一道黑红色的光芒 从水族箱里喷布而出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股强烈的凝压 让他们不寒而栗 这不就是本剧男主角的气场吗 此时医护身穿一身 死霸装一样的衣服 出现在房间里 看来外挂小王子 医护充值的大礼包 终于到账了 礼包里不光有 增强力量的道具 他挣扎着爬起来 看着眼前犹如天神下凡一样的医护 自己刚才就是跟这个玩意儿 打了一场吗 他随后就晕了过去 而惊讶的不只是黑妹 银城空无的嘴都快闭不上了 难道医护就这样 恢复死神的能力了吗 不过细看医护身上 并没有穿什么衣服 而是变成实质的灵压 围绕在他身体周围 看上去好像一件衣服一样 银城意识到 这就是医护完整的完线竖形态 查度突然想起来 医护的万劫也是这样 不光斩破刀发生变化 就连死罢装也变得不一样 估计这就是男主医护特有的福利 力量缠绕着医护的躯体 他的服装 也会根据力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月导笑眯眯地跟医护近乎 说 你竟然成长到这个地步了呀 过两招试试呀 他随后就仰起刀 向医护进行攻击 医护挥刀格挡 他冷冷地问月导到底是谁 而月导刚要张嘴做自我介绍 茶渡就攻击了过来 他害怕月导说出不该说的事情 于是墙壁上立马出现了一个大洞 银城 医护 月导和茶渡 纷纷从洞里跑了出去 银城对茶渡的举动十分不解 可茶渡认为 现在医护虽然学会了完线术 但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掌握 而且医护的完线术到底有多强 也属未知 如果现在医护知道月导攻击了只鸡的事情 那医护一定会爆发呀 可不料茶渡和银城说话时 医护就一直站在他们身后 一护都听到了 什么时候 我竟然变得让你们这么顾忌了呀 医护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情况 他转头问一旁的月导 是你袭击的只鸡吗 是你砍伤的羽龙吗 没等月导回答 医护拎着刀就冲了上去 医护现在就是想砍死月导了事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呀 此时医护疯狂地全力向前攻击 但月导却游刃有余地向后躲避着 医护完全碰不到月导 茶渡不明白了 医护攻击的时机和力量都非常完美 为什么打不到月导呢 银成于是让茶渡注意月导的脚下 其实在医护攻击月导的瞬间 月导就利用完线术 高速移动到医护打不到的位置 茶渡看得有点急了 他想上前帮忙 却被银成拦住了 此时月导一边躲避 一边嘲讽一护 像你这样 打一千年也砍不到我的呀 可没想到 在随后的一次攻击中 月导并边的头发 就被医护砍断了几率 然后月导就发现 医护的脚下 居然有了盈盈绿光 这是自己的完线术呀 月导之前一直都是 依靠他来躲避攻击的 医护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呀 随后借助医护的攻击力导 月导向后起跳 飞到半空中 医护也立马紧随其后 月导以为 医护根本无法碰到自己 没想到医护在起跳后 竟在空中再次使用了完线光 月导真的震惊了 这样的学习能力 变态都不足以形容了呀 月导决定好好跟医护打一下 只见他的身形 随后迅速在医护四周闪现 完线光在他的使用下 简直比医护高了一个级别 医护于是又碰不到月导了 终于 在一次交锋中 医护肩膀上的完线术 突然消失了 原来医护把注意力 都集中在了右手的刀上 左臂的完线术 于是被轻易解开了 月导把医护踢落半空 然后挥刀砍向医护 可银城突然出现 他可不能让还没发育 完全的医护被月导干掉 但是医护不领情 还想继续跟月导PK 结果 就被银城给揍了 受伤了非要成能 不就是找死吗 要是医护死了 他银城那么多的心血 不就白费了吗 银城于是一招打趴受伤的医护 让他老老实实地在后面休息 随后两个完线术老油条 一跃而起 打成一团 巨剑与长刀碰撞出剧烈的火花 两人从楼顶打到空中 刀光剑影 让人眼花缭乱 可是被查杜拉住了 查杜说 医护现在跟这俩老前辈 实力差距还是太大 根本不可能打赢月导的 就在两人谈话之时 月导跟银城的刀剑 已经撞在了一起无数次 月导的攻击虽然纹很准 但是刀上却没有任何杀器 银城完全摸不准月导到底想干啥 银城举起巨剑跳了起来 绿色光芒影满的巨剑 这一剑的威力 显然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随后银城手臂一挥 一道闪亮的绿光劈向了月导 那侥幸的身姿 让人一瞬间有点跳戏 这是盖轮开大了吗 德玛西亚正义啊 银城的攻击最终激起了漫天烟尘 强大的力量和爆炸 吸引了无数人在街上驻足观看 两人打起来还真是不管不顾的 突然 黑色烟尘里一把刀冲了出来 差点就砍中了银城 原来是月导毫发无损冲上来了 眼见银城吃扁 医护立马就挣脱了茶兔 朝着战斗中的两人跑了过去 当银城和月导还在就刚才的攻击评论时 医护突然从月导背后偷袭 月导轻描淡写挡住了医护的刀 可医护弃而不舍 不但向月导发起进攻 茶度发现医护的攻击套路变了 明明刚才只是看了一下 银城和月导的战斗 现在居然可以完全领悟 并且学以致用 月导都不得不再次夸奖医护了 真是让人琢磨不透的家伙啊 月导举起刀 把医护整个人都罩到了里面 月导被这股力量推得连连后退 但还是躲闪不及 袖子被医护烧得破破烂烂 此时月导终于兴奋了 现在医护的力量 与未失去力量前已经很接近了呀 医护正要提刀再次冲向月导 却被一个游戏界面给吃掉了 原来是雪旭不想月导过度接触 还没完成完线术训练的医护 于是先把医护藏起来了 月导对雪旭的举动很不满 他一点仙照都没有 突然举刀砍笑雪旭 眼看雪旭就要被月导砍掉一只手了 好在银城及时赶到 挡在了雪旭面前 这时候茶度也不再看热闹 跟银城一起对付月导 此时街道上围观的群众人数更多了 还惊动了消防队 没准啥时候连直升机都会过来凑凑热闹 雪旭认为 如果月导还不离开 大家可就一起暴露了 而在月导犹豫的时候 利路卡突然拿着个玩具 抵在他的后背上 情景还真是挺唬人的 眼看局势无法掌控 被逼无奈的月导终于离开了 结果刚走 茶度就捂着右臂 痛苦地倒在地上 等大家终于到了安全地点 雪旭把医护放了出来 银城空无告诉医护 这里是玩线术组织的备用据点 原来雪旭是个富二代 之前那个玩线术酒吧 就是雪旭负责装修改造的 医护看到茶度躺在地上昏迷不醒 他十分关切 扑过去想查看茶度的伤势 却被利路卡拦住了 利路卡一肚子不高兴 她是这里唯一一个能活动的女性 所以银城让她负责照顾伤员 茶度也好 黑妹也罢 都没受伤 但是一个个的昏迷不醒 十分奇怪 正说着 茶度突然睁开眼睛坐了起来 她手部的疼痛消失了 茶度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 既然大家都没有受伤 那就要开始分析 月导到底是想做什么 她有很多机会伤害银城空无 也可以在电光火石间 干掉利路卡 就算砍掉雪旭的一只手 也是十分轻松的 但是月导什么都没做 她好像只对医护感兴趣 敌情不明 是真的不舒服 雪旭转身打算离开 却被银城拦了下来 她让雪旭留下 陪着医护修炼 雪旭可不干了 为什么要让本少爷 干这个累人的活呀 我游戏机快没电了呀 但是银城表示 只有雪旭 可以完全屏蔽医护的灵压 这样才能尽量避免 月导再次找上门来 而雪旭其实并不用真跟医护打 只需要提供修炼场所就可以了 至于医护的专业陪练 这次由银城担任 雨龙突然把枝旗叫到了医院里 她想让枝旗赶紧碰他治疗伤口 因为雨龙感觉到 医护已经接触了砍伤自己的人 不得不说 雨龙感觉确实十分灵敏 她不光感受到了医护与月导交战了 也感觉到了医护的灵压 已经发生了改变 枝旗其实也察觉到了医护灵压的变化 但医护没说 她也没好意思去问 枝旗随后还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应该是同一个 枝旗一个人走在阴暗的巷子里 她还在回忆着白天跟雨龙的对话 正在思考的时候 茶渡突然出现了 茶渡跟枝旗询问雨龙的情况 枝旗说 自己帮雨龙治好了伤 但是雨龙应该还需要修养一阵子 枝旗觉得 造成雨龙受伤的灵压 与之间见过的灵压都不同 茶渡没有接话茬 她是来接枝旗去帮医护治伤的 枝旗十分惊讶 现在医护需要自己吗 茶渡说 医护现在的修炼 确实急需借助织机的力量 在完线术组织的备用据典里 雪旭释放了游戏空间 让银城和医护进入其中 这就是雪旭的完线术 入侵者必死 她能把人关到她的游戏机里 并且通过游戏机的画面进行操作 能进入游戏世界 是多少游戏宅男的梦想 医护现在也算是美梦成真了 可是医护看着周围一片萧条的虚拟世界 一点也没有进入游戏的氛围 雪旭于是赶紧换了一副街景 可这反差也太大了吧 怎么到了人群里呢 雪旭最后还是把场景换了回去 雪旭调出了医护和银城的血条 她告诉医护 血条全部清空 就game over 而game over就意味着死亡 可医护此时反而非常兴奋 她很快招出代理牌 使出完线术 茶渡带着直机刚进入备用据典的小院 就被利路卡发现了 利路卡上下打量直机 然后表露出了浓浓的敌意 一种属于小山包 对波霸的敌意 一个女人 对情敌的敌意 利路卡问直机 是来给医护治伤的吗 你知道医护如果被你治好了 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 他又将很快再次受伤 会一直一直伤下去 你想让他一直这么痛苦吗 可直机此时完全没有退缩 他直接越过利路卡 必告诉他 这事情 他知道得很清楚 可只要是医护决定的事情 他一定拼借全力地去支持 无论医护受到多重的伤 他都会帮医护治好 他绝对不会让医护发生 无法挽回的意外 在游戏里跟银城对抗的医护 血槽已经快空了 虽然他已经掌握了 完线术的使用 但实力还远远不及银城等人 银城的巨剑 砍断了和医护黑色的刀 医护的热血喷洒而出 这时候 血絮回报 井上只鸡到了 银城于是赶紧把只鸡 也招到了游戏世界中 赶紧给医护磕大红吧 再不治疗 他的血就空了呀 浦渊杂货店里 两只老狐狸正在密谋着什么 他们就是黑棋一心 和浦渊喜柱两个不靠谱的家长 在他们面前 一个柱子闪耀着盈盈光辉 浦渊喜柱说 最后一步 就是将灵压注入到柱子里 而这个来注入灵压的人 就是好久未见的朽木陆奇亚 几集没见的陆奇亚 都当了副队长了呀 真是可喜可贺 在血絮的游戏空间里 医护还在跟银城对打 银城的实力确实远在医护之上 那么大的剑 他挥舞起来十分轻松 医护的血刷刷往下掉 银城说 医护的完线数虽然熟练了很多 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成型 医护灵压形成的黑色长刀 被银城的巨剑砍断 巨剑继续砍得医护血洒当场 现在医护只剩一个血量了 好在这时候 医护的直血草井上直击赶到 银城赶紧把他叫到了游戏空间 直击看到医护趴在地上 满身是伤 于是赶紧给医护治疗 而茶渡随后也进来了 不过却不是来帮助医护修炼的 血剧给茶渡创造了一个专属的修炼空间 他一个人修炼就可以了 其实有件事 茶渡没跟任何人说 在之前他跟月导的对战中 他也被月导一刀刺入身体 但是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件事 和知己一样 茶渡身上也没有受伤的痕迹 但是那种被刺入的感觉 却十分清晰 所以茶渡相信 月导身上一定还有他们不知道的秘密技能 如果想跟这样的月导抗衡 就必须让自己变得强大 知己为医护治疗的十分细致 但是治疗速度也很缓慢 银成等不及了 可知己却不同意 医护还没完成治疗呢 但银成完全不管这些 他直接提刀冲了上来 知己于是赶紧截盾 阻挡银成的攻击 银成哈哈一笑 就你这三天截盾 挡得住我吗 然而当银成的巨剑砍在护盾上 他就被盾中反射的金光 刺伤了肩膀 知己说自己的盾早升级了 现在是四天扛盾了 不光能挡住外来的攻击 还能自动进行反击 知己现在非常恼火 他大声告诉银成 如果不想死 就不要在我没点头之前 就发动攻击 不得不说 看了三百多集动画 在这一刻 真是被知己率到了 当然啊 医护也被率了一脸 知己看着一脸懵逼的医护 跟他解释 其实在医护失去死神力量的一年半里 他和茶独一直在努力修炼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医护能力恢复以后 他们不会成为医护的累赘 有了朋友的支持和信任 医护浑身又充满了力量 游戏空间里的战斗再次开始了 医护发现 银成的武器太长 并不适合近战 于是改变策略 尽可能近身攻击 但是银成的剑中间也装了把手 近战也并不是银成真正的短板 医护打得更有兴致了 他提刀冲向银成越战越勇 一番交锋下来 银成也觉得 医护的进步 简直是肉眼可见 当然 这也可能是知鸡在旁边看着 所以医护比较亢奋的关系 这时候 利路卡来到了游戏空间 他带来了甜甜圈 知鸡和利路卡 两人于是就坐在游戏空间里 悠闲地吃起了下午茶 其实利路卡一开始 是打算吃毒食的 但是谁能受得了知鸡的卡哇伊攻击呢 最终利路卡还是屈服了 知鸡如愿以偿地 吃到了利路卡准备的美食 两人边吃边聊 利路卡惊讶地知道了 知鸡家的悲惨往事 原来知鸡从小就没爹没妈 全靠哥哥养大 而哥哥还英年早逝了 家庭这么凄惨 还能培养出知鸡这种 积极乐观的性格 利路卡对知鸡都可要路转粉了 他找借口独自离开 这是听不了知鸡的悲惨过往呀 其实 他嘴上说讨厌知鸡 实际上 却把所有的甜甜圈都留了下来 利路卡真的已经接受知鸡了 医护跟银成一边打一边总结 他感觉银成跟他之间 遇到的敌人都不同 比如与士万银大战时 医护能感觉 士万银的心思都在懒染身上 而与越岛对决时 越岛虽然没有盯着医护 但实际上 越岛的杀意 已经肆无忌惮地表露了出来 医护感觉 银成跟他们都不一样 他很认真的跟自己在打斗 可自己却丝毫感觉不到 他的内心世界 是因为自己太弱了 还是因为手里拿着的 不是真正的斩铺刀呢 医护想的太多 让银成明显察觉了出来 战斗时 竟然还有心思瞎想啊 银成不乐意了 他突然身形一动 一刀砍到了医护脸上 医护的双目瞬间飙血 知己急了 就想冲上前去救治医护 却被银成拦住了 银成说 医护休息了一年半 连战斗的觉悟都没了 所以 自己要帮他找回这种战斗的感觉 此时医护不干了 他大声质问 银成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做 你真是我的同伴吗 银成听后觉得有些想笑 我们的目的 就是让你取回死神之力而已 银成告诉医护 既然不信任我们的话 为什么要接受完线术训练呢 现在像你这种瞎了眼的废物 扔到敌人面前 基本就是纵死 从咱俩进入这个游戏空间开始 你就已经只剩一条路了 银成随后一拳打向医护 医护重重摔倒在地 此时知己本能地想上前救治 可却被血血的牢笼锁住了 听到知己大叫的医护 终于小语咒爆发 可现在他的眼睛看不见 只能尽量通过气息和声音 来对银成进行攻击 银成似乎不打算放过医护 他知道 医护是通过气息和声音 判断自己位置的 索性提升速度 隐藏气息和声音 医护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长剑刺破胸口 银成还没有罢休 他嘲笑医护 要不是自己手下留情 你真以为 仅凭气息和声音 就能躲避自己的攻击吗 银成随后一剑刺穿了 医护的腹部 将医护狠狠定在地上 他告诉医护 现在 他就要去杀掉 茶肚和织鸡了 此时医护躺在地上 不断挣扎 听到银成的话 他急得怒火攻击 于是在这样的时刻 他眼前的世界 突然出现了一点光亮 光亮变成了一道身影 医护努力辨认 终于意识到 那就是银成的灵压 此时的医护 就好像开窍了一样 他浑身灵压剧烈波挡 竟如同护身锁链一样 缠在他的身上 被他拔了出来 医护随后从地上弹射起 而飞扑向银成 他的刀子 已经砍到银成面前 银成赶紧用手挡住 硝烟散尽以后 医护居然穿上了一件 黑白条的战袍 比起原来万家的衣服 可丑多了 而这时的银成遍体鳞伤 他说医护现在终于出师 完成完线术了 原来完成完线术的瞬间 必须有人守在术者身边 以抑制完成完线术时 爆发的力量 否则术者的身体 根本承受不住 银成说 自己假扮坏人 故意刺激医护 就是为了激发 他身体里的潜在力量 于是以后的日子 医护就变成了 这个游戏空间的常驻客人 被银成抓着拼命练体能 知己等得百无聊赖 索性在里面弄了一个小房子 开始过日子了 每天三餐 都有嘴硬心软的利路卡送进来 训练终于告一段落 医护是累得爬不起来了 茶度和知己也终于想起来 自己是高三的学生 应该去学校上上课 在上学的路上 茶度突然告诉知己 跃倒的真实目的 或许并不是阻止医护完成完线术 相反 他很可能就是在用自己的方法刺激医护 让医护早日将完线术完成 知己对茶度这种突然转变 一时间不适应 按照人设来说 超级大脑应该是羽龙 而茶度不应该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人吗 茶度说 解开谜团的关键 很可能就在于跃倒的神奇能力 茶度随后询问知己 被跃倒砍后 现在怎么样了 知己说 目前为止好像也没什么 就是有时候突然觉得 跃倒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此时知己记忆闪现 回忆中竟然出现了跃倒的身影 银承也从游戏空间里出来透透气 他告诉众人 医护今天就能彻底成为完线术者了 跃倒应该也有所察觉 所以 他很可能已经开始正式行动了 丽露卡于是不乐意听了 跃倒之前搞了那么多的事情 怎么现在才说 他要正式开始行动了呢 银承表示 自己的意思是 之前那些围绕在医护身边的怪事 只是跃倒为了煽动医护的危机感 而如今医护即将完成完线术 那么跃倒 可能就会进行真正的计划 因此 医护身边的所有人 都有可能受到跃倒的攻击 这话让丽露卡震惊了 那为什么还放茶度和知己离开啊 银承解释 茶度和知己都想主动去调查跃倒的动向 他们觉得 这样才能真正的保护医护 丽露卡已经觉得有点无语了 茶度回到学校溜达一圈 没发现月岛 但发现龙桂 起屋和水色身上 都残留着月岛的灵压 所以月岛应该确实是打算 从医护身边的人下手 听到茶度说月岛的坏话 知己有那么一刻 觉得月岛是好人 这种念头一闪而过 知己再次诧异 自己怎么会这样想 看来记忆真的是被月岛篡改了 丽露卡来到学校大门口晃悠 他因为担心知己的安危 特地来这里 但是傲娇的他才不会承认呢 因为没有找到知己 他碎碎念的时候 被龙桂发现了 龙桂本来还以为 利路卡意图不轨 可最后 却被利路卡的真诚感动 于是 当知己和茶度因为羽龙不在 而提前离开医院 利路卡就突然傻乎乎的 出现在了医院大门口 尴尬的他只好告诉知己两人 自己是来买天天圈的 但这话谁信呢 利路卡随后告诉知己 月岛十分惨人 发起狠烂 连朋友都可以杀害 所以知己他们可千万不要去找月岛 知己本来是想跟利路卡 说明自己的想法 可说着说着 又想到了月岛 月岛对他的影响 真是越来越深了 知己在河边跟羽龙打电话 却一直没人接听 茶度表示 他们还是回银城那里 在从长记忆 利路卡说的没错 月岛确实是一个很可怕的敌人 可此时 知己却突然想到了狮子合园 就是跟在月岛身边的那个小跟班 没准能从他那知道一些月岛的东西呢 知己和茶度 于是就来到了狮子合园读书的学校 不比不知道 一比吓一跳 跟空座高中比起来 这所学校简直是流氓聚集地 整个学校里 全都是三合会成员 知己和茶度一露面 就受到了大家的棒棍欢迎 此时利路卡也跟在茶度他们后面 来到了这所学校门口 看着混混们被扔出来 他真是哭笑不得 可随后 利路卡就被吓住了 月岛正站在他身后不远处 茶度和知己慌慌张张跑了出来 虽然他俩很能打 但是架不住对方人多呀 两人跑到了桥下 这时知己突然问茶度 月岛究竟是什么时候 跟他们变成朋友的 茶度愣住了 月岛跟他们不一直都是敌人吗 知己说 月岛不是跟大家一起去了失魂界 救露奇亚吗 茶度突然感觉到事情严重了 知己的记忆完全被篡改了呀 而就在这时候 月岛突然出现 他说 自己在利路卡那里知道了 知己和茶度一直在找自己 所以这就来了 可怜的利路卡 已经被他捅伤在了学校门口 茶度没等他说完话 就冲了过去 他的拳头带着一股猛烈的蓝色光芒 席卷向月岛 两人随后一跃而起 跳上了一栋高楼的天台 在躲开茶度的攻击后 月岛立马跳到半空 伺机反击 可此时楼下的知己 却趁机将四天抗盾 架在了茶度背后 就算强大如月岛 也没想到知己还有这一手 他被四天抗盾的反击 打上了肩膀 月岛继续跟茶度战斗 然而就在紧要关头 茶度记忆突然紊乱了 他竟然和知己一样 也突然想起月岛在记忆里存在过 好在茶度很快清醒过来 他立马使用恶魔的左腕攻击月岛 然后一拳就将月岛砸到楼下 接下来 就是知己的配合了 可知己面对月岛 突然想到自己小时候 跟月岛一起玩耍的画面 他彻底诧异了 最后更是大叫着贵岛在地 眼看知己出了事 茶度赶紧冲下来 挡在知己面前 月岛语带嘲弄地告诉茶度 知己现在就要觉醒了 而你也很快了呀 于是当月岛目光盯上茶度以后 茶度也几乎崩溃了 他痛苦地捂着自己的头 随后就和知己一起晕倒在了月岛面前 等雨伦到了现场 已经晚了 茶度 知己和月岛 都已经不知所踪 雨龙先回学校 打听知己和医护的人的下落 可起屋和水色也不知道他们去哪了 雨龙反而在他们身上 感觉到了一丝微弱的灵压 和砍伤自己的人的灵压一模一样 为什么那个神秘人 会接近这几个平平无常的吃瓜群众呢 显然 关键就在医护身上了 雨龙于是又去医护家里打听 但依然没有医护的下落 不过雨龙从夏琳那里 调到了医护打工店铺的地址 打算去那里碰碰运气 结果雨龙来到了卖鱼屋 发现里面并没有人 他十分惆怅地走在街道上 一边走 一边分析 他在医护周围的人身上 都感觉到了神秘人的灵压 可是神秘人为什么要接触这些人呢 为什么他们会不觉得 有陌生人接近他们呢 难道这些也跟月岛的能力有关 而在雨龙到处找医护的时候 医护正在雪区的游戏空间里 跟银城空无操练 汗流浃背的医护躺在地上 完全不想动弹 最近银城空无总是在锻炼医护的体能 他说 完线术跟死神的技能不一样 是完全依靠施术者的体能来完成的 体能不好 就不能把完线术的精髓施展出来 银城突然问医护 在完成完线术的瞬间 是不是看到了什么东西 医护于是想起来 他那时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银城说 医护看到的应该是自己的灵压 在医护失去灵压以后 曾经的灵压碎成千万个小碎片 最后沉睡在医护的体内 而修炼完线术 正可以利用代理盘释放出来的力量 刺激医护本身的灵压 这样医护体内残存的灵压 就可以慢慢觉醒 之后只要努力修炼 医护死神的力量 就会自然地与完线术融合 到那时候 医护的力量 就会凌驾于死神之上 医护接住银城扔过来的死神代理盘 银城让他完全使用完线术看看 于是只见一阵闪亮的光芒 把医护团团围住 等光芒消散以后 医护就换上了一身新装备 他变成铠甲勇士了 他的代理牌也变成了一把刀 这就是他的武器 此时医护看起来 很像是一个现代版武士 薛须得到银城的示意 快速在游戏空间里 造了几只须给医护注注信 医护变成铠甲勇士以后 就有如神柱 一刀下去 须的胳膊都没了 再一刀下去 尾巴也掉了 眨眼之间 所有的须全都被医护消灭掉 这实力 让银城十分佩服 看来现在是时候放医护回去了 结束了一天训练的医护 终于想起了自己还有一个家 他刚回到家 就受到妹妹游子的热烈欢迎 游子告诉医护 家里有客人 是他们的某个表哥来了 医护一脸懵逼地走进房间 然后就看到了月岛 堂而皇之地坐在屋里 医护的脑瓜子嗡嗡的 几天没回家 这家伙居然成了自己的表哥 如果几周不回 自己老爸也要换人了吧 看到游子和夏琳 对他一副熟络的样子 医护忍不了了 他一把拎住月岛的衣服领子 质问他对游子和夏琳做了什么 而此时月岛还在演戏 游子和夏琳也一直抓着医护 不让他伤害月岛 看到这一幕 医护更惊讶了 这时候门铃响了 游子跑过去开门 来的人是水色 起屋和龙柜 他们进屋看到月岛 也丝毫不觉得意外 反而跟月岛好像老朋友一样打招呼 医护简直毛骨悚然 月岛身上到底有什么奇怪的能力 能影响这么多人的情感啊 此时月岛还在挑衅医护 他给查渡和知己打电话 打算把他们都跃到医护家里来 大家好久没见了 一起玩玩啊 医护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他扑过其一拳就打在了月岛脸上 然而医护的所有朋友和家人 居然都站在了月岛这一边 龙柜甚至痛斥医护 对许久未见的表哥 竟然拳脚相加 医护真是百口莫辩 月岛这一手上好的绿茶功夫 真是他望尘莫及了 医护一时间成为重视之低 他不知道如何面对屋里 这些被阅倒迷惑的人 于是只好转身跑出了房间 而此时银城这边 他正笑得十分开心 医护就要完全恢复死神力量了呀 自己很快就要成为普通人了呢 而这时 雪旭 独野男和利路卡等人 突然都面露不善 他们即刻对银城发动了攻击 医护漫无目的地在巷子里不断奔跑 他不知道自己不在的日子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过这些事情都远远超出自己的把控 路上突然迎来一道刺目的亮光 原来是漫渔屋的老板娘 玉美开车过来了 医护坐上了玉美的车 还惊魂未定 浑身冒汗 玉美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也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 于是到了漫渔屋 玉美一把就把医护 按到了自己胸上 这大姐姐的安慰 真是可以来一打呀 可温馨的一幕 突然被敲门声打断了 接着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玉美笑嘻嘻地把月导带了进来 还说医护呀 你的表哥来接你了 医护吓得拔腿就跑 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月导为什么阴魂不散呢 难道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正常的吗 医护现在精神彻底混乱了 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 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找谁 他都怀疑人生了 突然 医护的肩膀被一个人拉住 他猛地回头 发现惊慌失措的银城 正站在他身后 银城告诉医护 雪婿 利路卡 独眼男和黑妹他们 都被月导暗算了 医护大吃一惊 医护随后跟着银城 来到了一座废弃的建筑物里暂避 银城说 这里是他为了躲避月导 而特意准备的 崩溃了一晚上的医护 突然疯狂地扑上去 抓着银城的领子就质问他 就因为你非让我猎神完线术 现在一切都乱套了 却不料银城竟然给医护赔礼道歉了 这下 医护一枪怒火 也不知道应该往谁的身上发 只好无奈地放下了银城 银城安慰一呼 毕竟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一步 谁也不想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分析月导 到底想做什么 银城说 雪婿初始之前说过一句话 他说 自己终于想起来了 而据茶度说 月导有一种能力 可以篡改人的记忆 现在看来 月导的能力 准确地说 应该是操纵过去 月导的完线术名叫终结之书 是用书签的完线术 银城推测 如果月导具有操纵别人过去的这种能力 那应该是月导用刀子砍了某人之后 就将自己编造的历史 塞进了被砍中的人的过往经历当中 这种说法虽然听起来是天方夜谭 但是现在看 却非常接近现实情况 一户那些被月导夺走了的亲戚朋友 对月导的感情十分真挚 早就超过了所谓的信任和不信任的概念 对他们来说 月导就是真实存在于他们过去的人 是无论如何 都与他们有紧密联系的人 对于他们来说 与月导为敌的人 才是真正的一类 如果只是单纯的篡改记忆 根本达不到这种真实的感受 那如何才能将月导 从他们的记忆中抹去呢 医护抱着一丝希望问银城 如果杀了月导 那些被月导迷惑的人 是不是就能复原了 银城空无表示 这事不好说 很有可能月导死了 但是记忆 依然存在他们的脑中 这样 他们就会一辈子活在亲人和朋友的憎恶中了 医护跟银城正在聊着杀不杀月导的大事 突然 旁边一个冷淡的男生传来 雪旭居然就在不远处 偷听他们说话 银城二话不说 拎起刀砍向雪旭 然后马上带着医护逃离 两人气喘吁吁的在街上跑了很久 如同两只丧家之犬 他们完全不知道应该去哪了 两人走了很久 一抬头又发现雪旭 就在他们正前方 原来雪旭之前在他们身上都装了定位器 雪旭让医护和银城跟他回去见月导 医护索性就不再逃避了 他倒要看看月导到底想干什么 医护和银城跟着雪旭 在银森的树林里走了很久 树林深处居然有一栋别墅 医护他们刚到别墅门外的时候 别墅大门就打开了 阴魂不散的月导 正在那大门里 冲着医护等人微笑 医护直接就点冲上去 跟月导决意死战 但是银城拉住了他 要是被月导砍一下 那医护的记忆也会被操控了 月导看着眼前的两个人 笑得十分奸诈 他彬彬有礼地 请银城和医护来屋子里做客 还说如果想干掉他俩的话 早在树林里 就直接把他俩干掉了 医护和银城只能半信半疑地 跟着雪旭进入了别墅里 别墅里的人们为医护和银城 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医护的心情十分复杂 玉梅把医护拉过去人群中央 医护环顾四周 这里有他的同学 朋友和亲人 他们都把月导当成自己人 口口声声都在说 月导是如何温柔 如何可爱 而医护却是多么野蛮 多么无理 医护应该向月导道歉呢 这一声声语言 好像魔咒一样 萦绕在了医护的耳边 医护仿佛被这种魔咒控制了 他浑身僵硬地一动也不能动 终于 医护用尽全身力气 睁开了玉梅的手 他跑了出去 现在医护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找到月导 然后把他砍了 但是医护还有理智 如果在大厅战斗的话 会连累到那些他最重要的人 游子 夏梨 龙桂 起屋 水色 和玉梅 这些现在他最熟悉 又最陌生的人 医护跑到二楼 猛地推开一扇门 发现黑妹 利路卡和独野男 都在屋里豪争以霞地看着自己 精神不错呀 小伙子 此时月导突然也在医护的背后出现 他阴惨惨地说着疯了话 本来以为 你没这么傻 没想到 你明知道这是陷阱 还往里跳呀 月导还没来得及做出下一步动作 背后就冒起了滚滚烟尘 原来是银城把楼梯拆掉了 所以 现在能来到这儿的 也就只有血絮了 医护现在就可以放手一战 不用担心伤害到亲人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医护瞬间解放代理牌 变成了铠甲勇士 他挥舞着大刀向月导砍了过去 月导显然也没想到 医护几天没见 就变得如此强 他赶紧抽出刀 与医护对打 原本月导对自己的能力 是十分自信的 可医护居然让他 有了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 他的速度快地让月导 已经有视觉暂留了 黑妹看到月导处于下风 就想上前帮忙 却被银城空无挡住了 而此时月导这边 终于熟悉了医护的移动方式 他判断出了医护的位置 于是举刀就向医护砍过去 可医护的刀 最后却变成了回旋镖 无数回旋镖飞向月导 月导一时躲闪不及 被回旋镖击中 医护乘胜追击 再次一刀砍伤了月导的胳膊 可就在这时 窗外飞来一道光芒 挡开了医护的攻击 那是茶渡 跟在茶渡后面的就是织鸡 他进入房间第一时间 就用双天归盾 给月导治疗伤口 医护非常受伤 你们不帮我也就罢了 为什么还帮着敌人呢 月导的伤很快治好了 他笑眯眯地夸奖 让织鸡十分开心 茶渡这时候 也挡在了月导前面 他告诉医护 是月导陪着大家去尸魂界救出陆棋 也是月导和他们一起 打入虚圈拯救之机 更是月导在工作厅 帮助众人大战懒忍 月导和我们一起刀山火海 出生入死 你怎么忍心对他下手呀 住在这时候 月导的手竟然搭上了医护的肩膀 没事 表哥不介意的 于是医护再次挥刀砍向月导 你这个人赶紧去死呀 两个人冲出房间 打到了外面 银城想跟上去 可是被狮子合员阻止了 不只有狮子合员 还有完线术组织的其他人 此时大家都把银城围在中间 想对付月导 就要过了他们这一关才行 在别墅外面 月导给医护解释 很多人都觉得 时间是从过去到未来 流淌不停的 而自己的终结之书 能让过去产生分歧 利用这种能力 它可以把自己 加入任何一个人的过去中 所以医护朋友们经历的过往 已经不再是医护经历过的了 被终结之书影响的所有人的经历 都是真的 是他们记忆里最真实的过去 月导肆无忌惮地举起了刀 你因为记忆不同很孤单吗 没事 待会儿就让你记忆同步 医护听到这些 气愤的浑身肉疼 他立刻挥刀砍向月导 可吃鸡的防护盾突然出现 而此时 茶度也冲了过来 他为了阻止医护伤害月导 竟然对医护亮出了恶魔的左腕 两人都用看悲剧一样的眼神 看着医护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人类啊 医护最后被茶度砸出别墅 飞在半空中的他 十分崩溃 别墅里的人们明明都是他最想保护的存在 可现在他们却把自己当成反派 那自己想要找回死神的能力 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这时月导突然挡在了医护面前 就是这个家伙 夺走了自己的一切呀 医护随即就大喊着冲了上去 银城还在别墅里被重重包围 他听到了外面的声音 想冲出去帮一户 却被屋里的同伴拖住 根本无暇分身 黑妹使出了他的脏靴子 独眼男用上了他的食物妄语 利路卡则抛出了他的玩偶屋 而狮子合园 直接用拳头砸了过来 其他人的玩线术 银城都了如指掌 但是狮子合园的玩线术是什么呀 银城一脸懵逼地看着狮子合园 却发现 自己的兵器竟然坏掉了 难道 狮子合园的玩线术 是二哈破坏术吗 狮子合园把拳头晾了出来 他的玩线术 是赌博拳套 这一拳打过来 如果赶上中奖 那被打的人受到的伤害 就会加倍 中的奖越大 被打的人伤得也越重 银城极坏了 看样子 自己是不能马上抽身了 在医护这边 急怒之下的他 竟然使出月牙天冲打向月岛 但这小月牙 可没有死神状态的霸气 月岛一下就把月牙天冲 撇向不远处的森林里 可这一击 月岛也诧异了 医护不是死神 怎么还能使用月牙天冲呢 看来 他已经把死神之力和弯线术 结合得很完美了 愤怒果然是最好的加速剂啊 现在医护这弯线术 是彻底大成了 月岛非常欣慰 银城跟一屋子弯线术者 打得正热闹 突然 独野男说了一声时间到了 银城正奇怪的时候 狮子和颜一拳打到地上 把银城阵飞了出去 他飞出去 正好赶上医护跟月岛对峙 这时 茶渡和只鸡再次挡在了月岛面前 医护看着最亲密的朋友 现在竟把自己当成敌人 真是又扎心 又憋屈 他气得浑身发抖 大叫着让月岛做个男人 不要躲在自己朋友身后 医护的愤怒 终于给了月岛机会 月岛举起刀砍向医护 这时候医护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可刀子落下 医护却没有一点事 他回身就发现 这一刀砍在了银城的胸口上 银城从天上掉了下去 医护惊呆了 他赶紧追过去救下银城 医护非常担心 银城也变得和茶渡他们一样 好在银城看起来 没有什么大碍 此时月岛突然从 医护的背后攻击过来 医护回身举刀相迎 医护现在最关心的 是银城的立场 还好银城说 自己还当月岛是敌人 这话让医护嘴角满是笑意 自己还是有同伴的呀 医护正要出手的时候 雨龙赶了过来 医护脑子里天光火石 开始思考雨龙的立场 他到底是站哪边的呢 直到雨龙架起灵子宫对着自己 医护才伤心的确定 雨龙也是月岛的同伙 可雨龙没有攻击医护 还让医护到自己身后来 这话一连说了几次 让医护都诧异了 于是雨龙终于大声告诉医护 你还不明白吗 砍伤我的人 就站在你的身后啊 医护震惊了 他回头 正好对上银城空无那张阴险的脸 雨龙一箭射出去 可银城举手就将箭尸挡住了 随后他与月岛刷刷两刀 把医护和雨龙全都砍倒在地 此时医护信念真的崩溃了 他从没想过 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银城告诉医护 自己从一开始 就是他的敌人 刚才只是被月岛砍了第二次 所以恢复记忆了而已 银城随后将自己收藏的那块死神代理牌 镶嵌在了自己的巨线上 刺目的绿光顿时迸发出来 银城一刀捅进了医护的胸膛 其实第一次袭击雨龙的人确实是月岛 但是真正下刀砍人的是银城 银城打算把雨龙当成一个转折点 医护如果聪明的话 就能分辨出雨龙和其他被月岛砍的人 是不同的 这是银城给医护的一点提示 可惜医护最终没有发现这点不同 而袭击雨龙之后 银城就让月岛砍了自己 这样银城的过去就会被月岛修改 月岛就变成了银城的敌人 所以这段日子里 银城对医护确实是真心的 只不过 这些真心也都在银城的算计当中 玩线术组织里的其他人 也都先后被月岛砍过 只不过月岛给他们的敌意 要比给银城的弱得很多 所以他们对月岛的恨意也不深 他们刚才也都是在配合银城 一开始的计划 银城和月岛等人 费计心力做了这么多事情 就是想用各种方法 逼医护完全学会玩线术 并与死神之力融合 事实证明 他们成功了 而医护现在走投无路 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除了羽龙 没有任何人相信他 其实羽龙这个唯一 还保持理智的人 在出院之后 已经想明白了七七八八 他虽然不敢肯定 月岛有篡改人过去的神奇力量 但是从医护周围人的 灵压的改变 就猜到了很多事 但是羽龙猜出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 现在他和医护都身受重伤 现在也只能任由 银城空无和月岛两人摆布了 把毫无斗志的医护 逼到发奋图强练习完线术 而且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就与死神之力相结合 只能说 银城空无和月岛 真是算无一策 但银城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此时银城把剑往医护胸膛里 插得更深了 而随后 意便突起 伴随着医护痛苦的嚎叫 医护身上的灵压和力量 竟然完全被银城的巨剑吸收 医护恢复了原来的穿着 他也第二次彻底失去了力量 原来银城的真正目的 就是在医护的完线术和死神力量融合时 完整窃取医护的所有力量 银城刚才的一剑 其实就是在夺取医护的力量 医护满心悲愤 在大雨中痛哭失声 银城却毫无留恋地扭头走人了 他冷冷地告诉医护 原本你就已经失去力量了 现在只不过一个轮回后 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我已经留你一秒 好好感谢我吧 医护一阵恍惚 感觉自己被铁链牢牢捆着 丢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这是他的内心世界 医护濒临崩溃 他多希望自己还能变成死神 去保护身边的所有人 要不然 自己怎么对得起母亲啊 他一定要变强 一定要重新站起来 医护身上的锁链片片碎裂 之后 银城就听到了 医护坚定而执着的声音 把我的力量还给我 把我的力量还给我呀 盯着医护的眼睛 银城都诧异了 你的力量本来就是 我把你找回来的 现在还给我 不正合适吗 可医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他不打算向银城妥协 虽然不知道 自己还能做什么 但他还有一个念头 就是不顾一切地 把力量要回来 他冲着银城大喊 但突然 一把刀子 就从医护的背后刺入 砰的一下 在医护胸口冒了出来 刀子发着夺目的白光 医护不敢置信地回过头 发现站在身后的 是一只在暗处 打酱油的蒲原喜柱 和黑其一心 即便医护今天身心碍了无数刀 可这一下 医护又要哭出来了 你们竟然也被月刀砍了呀 医护有点想死了 而这时 医护终于开口 你想啥呢 于是当医护再凝神细看 发现握着刀柄的人 竟然是路奇亚 许久未见的路奇亚 人又漂亮 又洒爽了许多 路奇亚催动灵压 一时间天地一片模糊 银色的光将医护牢牢照住 等荧光消失之后 大家就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医护 他穿着全新的死霸装 扛着全新的展阅plus 医护终于重新获得了死神的力量 路奇亚看着这样的医护感慨良多 漂亮话一说 然后就冲上去猛揍医护 路奇亚气坏了 这还是我认识的医护吗 一点小事 就值得你趴地上好个没完吗 月岛不就改变你的过去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未来不还是你自己做主啊 失去了亲友又如何 重新找回跟他们的羁绊不就完了吗 被路奇亚揍了一顿的医护 好像突然被打醒了 果然还是路奇亚最够给力啊 不过医护还想争辩下 自己没被月岛砍呢 医护此时摸摸被路奇亚刺穿的胸口 发现根本没受伤 路奇亚说 这是普元喜著专门为医护定制的刀子 有了这把刀 他才能把死神的能力再次传给医护 银撑在旁边听着不爽了 穿上死霸装 就有死神力量了吗 别做梦了 自己早已经把医护的力量都吸收了 这样的医护 根本不可能凭借路奇亚一人的灵压 就恢复死神之力 然而就在这时 劲爆的一幕再次出现 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怒吼 你瞧不起谁呢 随后史上最大的穿戒门当空裂开 几个熟悉的身影 在门里霸气地看着外面 练刺 白灾 小白 剑八 和衣角 许久不见 大家倒行都变了 看上去真是又贵又帅气 练刺说 路奇亚的那把刀上 注入了他们所有人的灵压 这份沉甸甸的心意 足够恢复医护的死神之力 路奇亚说 银撑夺走的那些灵压 只不过是医护体内最表层的力量 你以为我们的男主角 当年那个单挑懒染的盖世英雄 力量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吗 银撑不信心 于是医护就提刀冲下去 跟银撑站在一处 这时候银撑才发现 医护现在的力量 已经完全出乎自己的预料 可银撑还是不服输 可医护一道光芒甩过去 让银撑差点变烤鸡 被打得浑身冒烟的银撑 还在挑衅 说医护的月牙天出也不过R 可医护表示 你有剑是吗 那只不过是剑鸭罢了 说吧 医护就展示了一下 真正的月牙天冲是什么实力 一道荧光直冲消汗 他贴着银撑的耳边 切割开他身后的别墅 之后更是仿佛把天空 都划开了一道裂口 这才是你医护大爷的月牙天冲啊 没见过世面的银撑空无 这下彻底愣住了 刚才这一刀再准一点 自己可就没命了呀 而此时医护神情自若 他的自信已经彻底回来了 医护略见欠揍地告诉银撑 刚刚抱歉呢 下次一定准 于是银撑二话不说 扭头就跑 毕竟命重要呀 可他没跑几步 就被医护给拽了回来 来都来了 不好好打一场 也说不过去呀 银撑只好被迫营业 银撑被医护逼得节节败退 他只好使出全力 巨剑带着绿色的刺眼光芒 向医护起来 医护顶住了银撑的攻击 并再次使出月牙天冲 银撑随后就被打得不知所踪了 医护摆平了敌人 才有时间跟老朋友叙旧 他能感觉到 自己身体里的力量十分强大 出力的肯定不只是身后的几个人 还有更多的死神朋友们 也给他输送灵压 如果细品 甚至还能感受到一丝 山本总队长的味道 医护是静灵厅团宠实锤了 可是医护很好奇 死神把力量传给人类 不是重罪吗 炼刺告诉他 这本来就是山本总队长的命令啊 总队长说 静灵厅都是医护救的 所以现在轮到静灵厅来报恩了 山本总队长一声令下 护停十三队的所有队长和副队长 都把灵压注入到了刀里 有这么多人齐齐助阵 医护自然轻松找回死神之力 小白告诉一伙 这要是以前的山本总队长 肯定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可是医护的努力改变了失魂剑 现如今失魂剑 已经不是当初冷冰冰的样子了 而就在大家叙旧的时候 突然 一股巨大的灵压 伴随着绿色的光波冲天而起 小白告诉一伙 总队长之所以让医护恢复死神力量 除了想感谢医护以外 还有重要的任务委托给他 其实在医护成为代理死神之前 还有过一个死神代理 但是这个人最后却主动舍弃 代理的身份消失了 这个人 就是银城空无 此时灵压消失 银城空无出现在了半空中 他浑身装满 已经全然一击 俨然就是死神力量 与完线术完美融合的样子 银城的神情中满是傲然 他嚣张地感谢医护 要不是吸收了你的力量 自己可就麻烦了呀 知鸡和茶都在树林里飞快地跑着 知鸡一边跑 一边回忆刚才看到的事情 医护居然哭了 像钢铁一样强悍的医护 居然哭得那么伤心 知鸡的记忆力 月岛是一个陪他一起长大的大哥哥 只要有了月岛 他就什么都无害 所以 他可以为月岛做任何事情 知鸡没觉得自己哪里做得不对 但是医护却因为月岛哭得那么伤心 知鸡都有点怀疑人生了 他一边乱七八糟地想着 一边疯狂奔跑 猛地一抬头 发现天上站了一群死神 而刚才像孩子一样哭泣的医护 也站在死神当中 太好了呀 医护不哭了 不哭真是好呢 现在路奇亚和练次都来了 他们是来阻止医护伤害月岛的吧 可是茶都却发现不对劲 路奇亚和练次他们 为什么都站在医护那边啊 这一态势 明显是要干掉银城的样子呀 茶渡和织鸡真的困惑了 此时月岛突然在织鸡和茶渡的背后出现 他阴惨惨地问织鸡和茶渡 难道 你们怀疑我的身份吗 月岛也是着急了 他再次疯狂地给茶渡和织鸡的脑子里加料 茶渡和织鸡因此痛苦的身体都扭曲了 这操作 连他的队友银城都看不下去了 再这么强行灌输记忆 这俩人就要被毁掉了呀 千军一发之际 普元喜柱和黑旗一心赶到 这俩试魂界边外人员 把织鸡和茶渡打晕扛走 顺便还告诉一户 其他被阅挡迷惑的人 已经转移到了安全地方 医护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战斗了 而这时候 黑妹 独眼男 利路卡 和雪絮 也赶到了现场 独眼男和雪絮向银城大喊 不是说好得到了医护的力量 会分给我们吗 没想到这话一出口 只有利路卡反对 这孩子 还真是善良呀 银城空屋没有食言 他随后大刀一挥 就将四道灵压 分给了独眼男和利路卡等人 吸收了医护的灵压后 他们个个都容光焕发 精神亢奋 独眼男跃跃欲试 他想跟医护大打一场 医护淡然地走到了 这些昔日的朋友跟前 斩破刀挥舞而下 一刀就把四个完线术者 全都撂倒在地 然而就在此时 周围环境突然改变 原来雪絮在得到了 医护的力量以后 可以将他的完线术 扩展到现实世界了 刚才医护砍倒的 不过是一堆数字而已 雪絮还想说什么 医护突然从后面扑过来 一刀捅进了他的身体里 可医护还没站稳 一道黑紫色的光束 就从旁边袭来 还好小白及时打碎 雪絮随后重新出现 大喊小白好厉害呀 死神们从天上一跃而下 现在 他们都进入了雪絮的游戏空间中 雪絮顺利地完成了 两两配对分组 剑八则被分到了独眼男一组 独眼男对剑八的轻蔑态度 十分不满意 他赶紧变成绿巨人 打算好好教训剑八一顿 看着变大的自己 独眼男简直自信心爆棚 敢在时间的力量面前 说大话的人 他独眼男 一定要让他后悔 可独眼男的狠话还没放完 他大招还没使出来 剑八一刀就把独眼男 劈成两半 这一战斗时间 还没偏投广告时间长呢 其他人还都在战斗 剑八想自己偷溜回失魂界 却被八千流阻止了 要是让山本老头知道 他会打人的呀 医护跟银成被分到了一组 银成觉得 他俩的事情 还是一对一做个了断最好了 可是这个愿望很快就破灭了 羽龙也出现在了这个房间里 现在变成一为二了 羽龙跟医护道歉 其实早在救出路奇亚的时候 扶珠就跟大家说过 在医护之前 还有过一个代理死神 按理来说 无论那个死神是死是活 扶珠都会明确地告诉他们 但当时扶珠什么都没说 那就说明 失魂界也不知道 那个死神代理的下落 羽龙抱歉自己那时没提醒医护 医护一脚踢在羽龙屁股上 过去的事还说啥 并肩战斗不好吗 小白被分喷在一个狭长的走廊里 长长的走廊空无一人 作为房间创造者的血絮作弊 他不跟小白硬碰硬 而是用各种道具牵制小白 并躲在监视器后面嘲笑他 路奇亚和利路卡 如果不是立场不同 简直太适合做朋友了 这个房间里充满了各种萌物玩偶 超萌天天圈和可爱小怪兽 对路奇亚来说简直是天堂 小狗小兔子玩偶向路奇亚扑过去 路奇亚嘴上说着拒绝 但是身体十分诚实地 紧紧抱着玩偶不撒手 看路奇亚玩得这么开心 利路卡都舍不得打他了 白灾跟月导这一对还真是绝配 大白的冷静稳重 对上月导的轻条画牢 要不是大白定理好 估计换个人都会被月导蛊惑吧 月导在大白身后悄悄砍过去 却被散落的樱花瓣拦住了 大白十分不齿跃倒这种藏头漏尾 篡改人过去的招式 这种小人不杀 简直是天理不容啊 一角和狮子合园这俩发型相似的 被分到了同一组 两人脾气也相似 都是暴力硬骨头 狮子合园一拳打在大树上 大树应声而倒 却没有砸到一角 一角有点震惊 狮子合园的拳头上 是有什么秘密吗 明明应该连树枝都打不断才对啊 突然 狮子合园在一角的背后出现 他一拳向一角打过来 一角大意之下没有闪开 结果狮子合园的拳头 就砸到了一角的肩膀上 把一角整条胳膊都打错位了 一角被彻底激怒了 他错位的胳膊 突然肌肉爆起 一角只用肌肉的力量 就把错位的胳膊接了回去 只能说啊 光头哥 就是牛逼啊 恋刺跟黑妹在一片沼子里对质 他也不出手 就站在那儿 好整以下地研究黑妹身上的装备 那长得跟排气管一样的东西 是干啥的呀 黑妹让恋刺先动手 恋刺却说 他不可能主动打女人的 黑妹气乐了 你都死到临头了 还这么神圣 既然恋刺不敢动手 那黑妹只好勉为其难先上了 他胸前的排气管 喷出了肮脏的泥水 瞬间涂满了他的全身 除了他的裆部之外 他现在整个都变黑了 这动漫还真是写实啊 原来黑妹是怕外部环境太干净 所以自带了泥浆 他的能力升级以后 浑身任何一个地方变脏 都能提升他的力量 黑妹一跺脚 地动山摇 他冲向恋刺 恋刺躲开了黑妹的第一脚 却没能躲开第二脚 黑妹的第二脚 正中了恋刺的胸膛 此时黑妹以为战斗结束了 却发现恋刺只是往后滑了一点点 恋刺还催俗黑妹 快来打我呀 黑妹震惊了 这可是自己的权力啊 黑妹随后再次冲下去 挥拳狠狠打向恋刺的脸 恋刺伸手挡住了黑妹 然后又刀柄 就把黑妹打倒在地 在跟医护失联的17个月里 恋刺也在努力修炼呢 黑妹被打倒躺在地上 他生无可怜地 让恋刺赶紧杀了自己 恋刺当然拒绝了 两人说话的时候 就看到天空不断下降 黑妹意识到 这是学序搞的鬼 他觉得黑妹不可能战胜恋刺 索性把这个空间 连同空间里的人 一起抹消掉 黑妹催促恋刺 快点杀了他 要不然 他们两人都会死的 但是恋刺不同意 对女人动手的男人 就是人渣 恋刺抱起黑妹 决定跟他一起突围出去 黑妹看着恋刺眼神颤动 你这个人 真的很傻 很纯粹 如果当年救下自己的人是你 或许自己 也会拥有无忧无虑的人生吧 这好像是看上恋刺了呀 而后为了让恋刺 尽快离开这游戏空间 黑妹似乎选择了自爆 躲在监视器后面的雪序 看到黑妹的灵压消失 还嘲笑了几句 这时候他身后的大门被人一脚踢开 小白正站在房门口 看到雪序在房间里 小白直接一刀劈了过去 他觉得雪序太不可爱了 小白眼中带着蔑视 觉得雪序就是一个讨厌的熊孩子 雪序用护盾挡住了小白的攻击 他告诉小白 自己在这个空间里可是神呢 你怎么敢这样看着我 他之后改变了房间的格局 然后就制造出一个怪物攻击小白 雪序之后还快速按动胳膊上的按钮 于是恩多个怪物一起朝着小白扑了过来 此时小白也没有反击 只是一味地躲避 雪序叫嚣说 小白这种温室里的花朵 是打不过他的 这让小白立刻怀疑 雪序是被家人抛弃的孤儿 这句话伤害性极大 侮辱性极强 雪序即刻就暴走了 他疯狂地冲向小白说 自己被抛弃后 是如何整治老爸的 如何毁掉家族公司 如何逼得他们自杀的这些壮举 可话还没说完 小白就闪到雪序背后 把他轻轻一推 就推到了冰霜陷阱中 雪序的脚被冻住了 而那些他叫出来的怪物 却向他攻击过来 千钧一发之际 小白把怪物全都冻住 小白跟雪序谈条件 如果五分钟之内 雪序解除这个游戏 那自己就留他一命 雪序眼看着自己 渐渐被冻成了冰人 他真是不想认输呀 狮子和猿还在不断地打树 一脚站在半空中 狮子同学根本够不着 终于一脚跳了下来 打算正面跟狮子和猿对抗 两人真男人之后 拳拳到肉 打着打着 狮子和猿就诧异了 怎么一脚还没倒下呢 狮子和猿又一拳 狠狠打在了一脚腹部 可一脚这次忍痛 抓住他的脑袋 大光头狠狠撞了上去 硬生生把狮子同学给撞晕了 果然 敢肉搏的才是真男人 狮子和猿不服输 还想站起来跟一脚再打 但是一脚已经有点可怜他了 一脚问狮子和猿 为啥这么执着呢 狮子同学表示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伟大的月岛先生 自己愿意为月岛大人 抛头颅 洒热血 一脚一副关爱智障的表情 看着和猿 然后大声对狮子和猿咆哮 感情一定是双向奔赴才知道 你愿意为月岛而死 那你死以后 你的月岛大哥能为你报仇吗 狮子和猿于是不说话了 他想到了刚才在森林里 听到的银城和月岛的对话 月岛问银城 要不要分点力量给狮子和猿 银城却说 狮子和猿的技能很讨厌 能力太大 不好控制 自己还想事情结束以后 就把狮子和猿干掉呢 当时月岛可没有丝毫劝阻 大白和月岛被分配到一个房间 大白非常鄙视月岛这种 操动人记忆的下三滥 月岛在大白暴走的边缘疯狂试探 终于把大白逼得解放了斩破刀 千本营变成千万朵花瓣 朝着月岛飞过去 把月岛逼得半跪在地上 大白朝着月岛缓缓走去 可突然 一阵地动山摇 大白脚下的土地居然升高了 向他砸了过来 大白有点惊讶了 问月岛是什么时候动的手脚 原来月岛的终结之书 不光能操纵人类 也能迷惑空间等其他东西 他刚就是把刀插到了地面 让地面认为月岛过去来过这里 布置了刚才的陷阱 这让大白听到了关键点 月岛的刀 竟然对无机物都有作用 大白再次解放了他的千本鹰 可月岛接触他的樱花花瓣后 就突然闪现在大白身后 他告诉大白 现在你的刀 可就伤害不到我了呀 我早就看见了你的刀和招式了 这个作弊的男人 随后突然向大白攻击过去 大白一时间闪了神 竟然被月岛砍伤了 而月岛随后就说出了千本鹰的弱点 在以大白为中心 半斤为85厘米的范围内 就有所谓的无伤圈 所以想对付大白 就要勇往直前地杀到无伤圈里 此时月岛对大白简直了若执掌 他的细数加真 让大白非常不爽 你是从谁那知道无伤圈的呀 不就是你吗 刚刚月岛刚才砍中了大白 也进入了大白的过去 此时月岛甚至操控大白的记忆 让大白觉得 他的招式都是跟自己一起创造的 自己就是大白的恩人 可惜大白就是一个认死里的性格 只要认定他的敌人 无论那个敌人跟自己过去有什么羁绊 他也不会心思手软 一个巨大的玩偶像露奇亚砸了过去 虽然心里知道 这东西是敌人 但露奇亚对这么可爱的东西 怎么下得去手呢 被砸倒了 还牢牢抱着玩偶使劲炉 丽露卡见状 又用泡泡枪丢过去一个淘心衣柜 但这次 露奇亚挥一刀就将衣柜砍成两半 原来 你只喜欢玩偶啊 和我还是不一样呢 丽露卡有点不高兴了 丽露卡要露奇亚同学认真一点 你不是要跟我生死搏斗吗 可露奇亚觉得 丽露卡只是一个普通人 自己可不好意思下杀手 有点愤怒了 玩线术者可不是普通人 丽露卡随后把一些药水 都灌住在自己的泡泡枪里 他扣动扳机后 一拖绿色的史莱姆就喷了出去 露奇亚嗅白血一挥 直接把史莱姆冻住 随后轻松砍成渣渣 丽露卡真的生气了 他对着露奇亚打出了成瘾之机 一个粉色的淘心 于是贴在了露奇亚的胳膊上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 吸到玩偶体内了 露奇亚抬起头 发现此时自己已经变成了 一只粉色的小兔子玩偶 这下和魂都能和平相处了呀 丽露卡想抓住露奇亚 可小兔子灵魂得不得了 上蹿下跳 在前面拼命逃蹿 还叫嚣丽露卡 竟然追赶这么可爱的小兔子 真是太没贫了 丽露卡气得跳下来 一脚狠狠踩下去 露奇亚情急之下 竟然使出顺步 原来自己的灵力还在呀 这让露奇亚心里有底了 他立马跳了起来 想对丽露卡使出仓火坠 却不料鬼道在玩偶里面爆炸了 这一幕 看得丽露卡都一头雾水 此时露奇亚浑身冒烟 已经没法逃了 丽露卡轻易地把他抓住 他问露奇亚 现在还觉不觉得自己是普通人啊 露奇亚实在不理解 他为啥对是不是普通人执念这么深啊 丽露卡于是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丽露卡从小就知道 自己有特异功能 七岁的时候 他有了一个喜欢的大哥哥 因为太想独占大哥哥了 丽露卡就把他关进了自己的玩偶箱里 他每天都去找大哥哥玩 可大哥哥看着他 却越来越害怕 无奈之下 丽露卡只好把他放了出去 完全没考虑 自己的秘密暴露后会怎么样 这件事让本来人缘就不好的他 被更加孤立了起来 其实不只是他 他们每个玩线术者 都有着被人孤立 被人排挤的历史 在人类社会中 他们人数太少 他们被世俗不容 被家人抛弃 只有银城告诉他们 人少和具有特异功能 并不是他们的错 真理不就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吗 他们需要做的 就是让自己变强大 只有成为强者 才能掌握世界的话语权 丽露卡说的太认真 以至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忘了鲁奇亚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鲁奇亚已经跟斩破刀连接上了 他使出初五月白 把利路卡逼退 此时鲁奇亚多少可以理解 利路卡的心情 但这不是他放弃抵抗的理由 鲁奇亚本想再用一次初五月白 可利路卡打了一个喷嚏 喷在了兔子玩偶上 于是鲁奇亚就被放了出来 利路卡面露惋惜 说 自己本不想对路奇亚出这招的 随后利路卡浑身发光 突然消失了 而鲁奇亚已晕倒在地 大白的千本银居然断了 月岛由胜利者的姿态看着大白 刀都断了 你还打啥呀 大白直接使出了千本银井岩 无数花瓣向月岛攻击过去 可月岛顾忌重施 立马进入了大白的无伤圈 但这次他却失策了 大白的樱花瓣居然闯进了无伤圈 把月岛逼了出去 月岛有点懵了 这招你不是没练过吗 大白表示 这是自己临场发挥的 樱花飞舞之中 两人疯狂较量 月岛的嘴没完没了的得不得 他看出来 大白是在强行指挥刀刃 通过无伤圈 可这样一个不好 就很容易伤害自己 月岛在大白身边游刃有余 说大白这是自杀式攻击 正说着 就发现大白想把他拉过去一点 原来千本银的樱花鱼 正要向两人狠狠砸过来 可月岛最终躲开了 大白却被自己的千本银割得遍体鳞伤 月岛此时得意忘形 他嘲讽大白 刀都用不好 就想和自己同归于剑 月岛一边嘴炮气大白 一边朝他走过去 可下一秒 就被无数怒犯的千本银花瓣 在胸口截了一个大洞 原来刚才大白在紧摇关头 灵际一动 抓了一大把千本银花瓣 为的就是现在这个时刻 大白很感谢唠叨的月岛 毕竟是月岛 将自己逼到必须使用计谋的境地 而月岛则充分地证明了 浪到最后 就是死 他到死都不相信 为什么自己费尽心力 伪造成大白的恩人 大白却毫不留情地砍了自己 大白说 你是我的恩人不假 但你也是医护的敌人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有恩与我 天王老子 我都照砍不悟 这大白什么时候成了医护粉了呀 银城一刀一刀地劈向羽龙 羽龙只是一味地躲闪 他打算先观察一下银城的套路 毕竟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可是再看一会儿 估计他就要变成银城的刀下亡魂了 医护不耐烦地走了过去问羽龙 他啥时候能出场 而羽龙话还没说完 医护就冲了出去 这下银城终于看到了自己真正的对手了 他十分开心 然后竟言语刺激医护 让他使用月牙天冲 医护向来打仗不用脑 全靠外挂 人家让他干啥他干啥 因此 还真的使出了月牙天冲打向了银城 没想到 银城空无一刀砍断了医护的月牙天冲 然后同样使出了月牙天冲回敬医护 这招一点没浪费 全都打到了医护身上 羽龙告诉医护 说银城的攻击里有医护的灵压 看起来 他夺走的不只是医护的灵压和完线术 恐怕还有医护身上的所有能力 可这一话 医护一点也不想听 听了又能起什么作用啊 一脚在树林里百无聊赖 终于发现了剑八和八千流 随后就是晃晃悠悠地走出来的练刺 他们几个都是凭借自己的力量 从游戏空间里成功突破的 不久后 小白牵着洞城冰陀的雪絮也来了 雪絮可不乐意了 不是说解除能力以后就放自己自由吗 小白表示 你没看到还有人没出来吗 等他们都出来了 我再放了你 这时候 大白也带着路奇亚出来了 路奇亚晕了过去 大白说他伤口很浅 灵压也没乱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昏迷 小白阴惨惨地看向雪絮 雪絮连忙摆手说 自己也不知道路奇亚昏迷的原因 现在天空中 就只剩下一户的游戏空间没解除了 雪絮说 他也没办法 只能等里面的人分出胜负以后再说 银城和医护还在战斗 银城质问医护 到底为何而战呢 他已经感觉到 月道已经离死不远了 月道一死 他的所有痕迹都会消失 医护亲人和朋友们的记忆 就会恢复如常 那现在医护 到底是为什么而战呢 你真正的敌人 到底是谁 医护这次倒没有顺着银城的话往下走 被忽悠多了 多少有点勉励 雨龙也指出 银城别想再POA医护 就算你是语言大师 也不能只用一张嘴颠倒黑白 银城没有理会语论 再次询问一户 你知不知道 死神代理牌有什么作用吗 在日常生活中 你有没有感受到过他的丝毫效力 绝大部分死神 根本不认识这个代理牌 诗魂界对你说的那些 都是谎言 这个牌子的根本作用 就是监视和限制 只要带着这个牌子 诗魂界就能随时监视你的一切 在你使用代理牌修炼完线术的时候 里面涌现出你的灵压 而且还传出来了 失魂界那边的声音 这些都是死神们 在利用这个代理牌 在监视和限制你的证明 听到这些后 医护真的眼神颤动了 银城相信 这些蛛丝马迹 医护早就能自己察觉出来 可医护相信 那些死神是自己的朋友 所以直接就在脑海中 将这些剔除了 银城告诉医护 这个计划的真正提案人 就是把代理牌给医护的扶竹石子郎 说完这些事实后 银城又开始了他的PUA大法 医护啊 失魂界就是把我们当成棋子 你不生气吗 这件事 你的所有死神朋友都知道呀 他们就是故意不说而已 看到银城在不断地刺激医护 羽龙有些急了 他大喊着让医护不要听这些 然后就立马冲向了银城 可没想到这时 医护大吼一声闭嘴之后 立刻使出了万劫 路奇亚在练刺的叫魂声中终于苏醒了 此时他看到队长们 都站在医护和银城对战的空间之下 没有人上去破坏 他们是在等医护自己了结一切吗 突然 空间上的墙壁出现裂纹 强大的灵压倾泻而出 万劫的医护 提着生了急的斩破刀 正站在空中 与银城对峙 医护告诉银城说 自己其实早就觉得代理牌有异常 但是他却不愿细想 因为他相信 以浮竹的心智 要是诚心想欺骗自己 自己是绝对无法察觉的 医护认为 这是浮竹故意给他机会 让他做一个选择 所以选择当死神代理 完全是自己的意愿 医护心甘情愿地 给失魂界当棋子 因为医护渴望力量 渴望能通过自己的力量 保护那些自己真实的人 而且就在刚才 在自己失去力量绝望的时候 是陆奇亚和白灾等 失魂界所有死神 用自己的灵压帮助了自己 所以现在医护要回答 银城最开始问他的话 如今自己就是为了 守护大家而战 谈判破裂了 银城别再想用PUA 瓦解医护的意志 所以银城索性也释放万劫 强大的灵压生腾而起 银城告诉医护 他们每个人出生之前 父母都被虚攻击过 所以自己体内 也是有虚的力量的 医护冷冷地看着银城 须白和我是兄弟啊 你的虚之力算什么呢 两个死神袋里 打起来的效果 堪比导弹爆炸 树林里飞沙走时 一片混乱 此时白灾 剑八 一角和小白 转身就往回走 他们要回失魂界了 其实在医护第一次 出现的时候 失魂界就知道 他迟早要被银城空物盯上 当时失魂界的态度 是找个合适的时机 把银城和医护一起灭了 可是跟医护 这么多事件经历下来 失魂界早就发生了改变 原本医护没了力量 失魂界只要袖手旁观 就可以少掉一个麻烦 但是山本总统长还是决定 用大家的力量 让医护重新找回死神之力 让他变得更为强大以后 再给他一次自由选择的机会 白灾他们今天来 也是为了见证医护的这个选择 他们相信 医护一定能打败银城空物 因此 没必要守在这里 其实露奇亚很早以前 就对监视医护这件事 提出过抗议 他相信医护不会像银城那样 因为医护的初心 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天空上 银城跟医护还在对打 两股强大的灵压对撞在一起 掀起阵阵猛烈的爆炸 银城十分崩溃 他盯着医护的眼睛 想着医护是理解自己的 但是为什么 医护那么理解自己 却还要站在自己的队里面呢 银城空无的斩破刀 释放出强大的灵压 如同巨大的激光柱 直冲向医护 却不料医护危然不动 稳稳承受了这一击 但是医护的反击 银城却无法承受 银城的斩破刀断了 人也如流星一般直坠地面 临此前 银城已经释然了 他原本也想做医护这样啊 他还想问问医护 如果医护才是第一个代理死神 那么医护 会做出与自己一样的选择吗 自己是不是会跟医护一样 站在这里呢 其实一定不会的 因为很可能银城还没见到医护 就被懒染干死了 此时 突然一柄刀 向医护的后背砍了过来 原来是月导还没死透 路奇亚想都不想 挡在医护身后 月导的刀 向他的胸膛直直砍了过去 没想到这时 路奇亚的胸口 突然闪烁着绿光 利路卡 竟从里面钻了出来 他用自己的身躯 挡住了月导的攻击 利路卡让月导醒醒吧 战斗已经结束了 银城虽然死了 但医护却拯救了他的灵魂 一场惨烈的战斗结束了 月导 狮子何元 雪婿 黑妹 和利路卡都活了下来 真正被杀死的 只有在剑巴面前 嘚瑟的毒眼男 以及始作俑者的银城 利路卡从昏睡中醒来 发现自己还没死 一时间也不知道是悲是喜 而躺在他旁边 咬上的枝鸡 却因此喜极而泣 他真的不想 这个嘴硬心软的朋友死去 狮子何元背着月导 磕磕绊绊在树林里走着 他不想月导死 在他心中 月导永远是神一样的存在 就算月导对他毫无情意 但他也甘愿为月导奉献青春 这狮子同学 还真有舔狗的潜质啊 好在月导现在真的醒悟了 银城虽然不在了 但是有狮子何元 他也不会孤单 他从来不是一个人 又是一个清晨 普元喜柱准备好了早餐 来叫利路卡起床吃饭 可是叫了半天 里面一点回应也没有 喜柱推开门才发现 利路卡早就离开了 此时利路卡一个人 站在高楼栏杆上 回忆着过去 在玩线术组织里 他是看起来脾气最坏的一个 但实际上 却是最善良的 从头到尾 他没有真的伤害任何一个人 他最后看了一眼 这个留给他无限回忆的城市 最后一次怀念这个城市里 让他牵挂的人 他用自己的方式 跟这些人告别 从此以后 天涯路远 有缘再见 诗魂界迎来一个不速之客 黑旗一户大摇大摆地 往精灵亭里走 练词都惊呆了 你来这里干啥呀 出啥大事了吗 路奇亚说 一户是来找山本总队长的 而一户为什么来找山本老爷子呢 死神们都在猜测 是报仇啊 还是归还死神代理牌啊 没人猜到一户心里是咋想的 因此 护庭十三队的队长们 只要还能爬起来呢 就赶紧过来 跟山本总队长撑场面 万一医护发飙 还能帮忙劝劝架呢 山本总队长终于到了 医护说 自己来施魂界 是想把银城的遗体 带到现实去埋葬 这是自己作为代理死神 唯一能给前人做的事情 此时 平子真子和全妻 都走出来问医护 银城对你的家人和朋友 做出那么过分的事情 你就这么原谅他了呀 其实医护要回银城的遗体的做法 就等于是让施魂界 赦免银城的罪过 炼刺和路奇亚等人 多未免一点担心 另外 大家也想知道 医护对当代理死神的态度 在听到医护还想继续当代理死神后 在场的众人 他总算松了一口气 山本总队长于是也答应了医护的要求 他把银城的尸体交给了医护 经乐大叔事后把一切经过 都告诉了扶竹 直到这时 扶竹的一颗心 才算是落地了 从他给医护死神代理牌的那一刻起 他就担心医护 也会走银城的老路 还好一切都如他所愿 医护带着银城的尸体走向川阶门 他一如往常一样 回头看着路奇亚 笑着说再见 不过 这一切并不是结束 没错呀 这一切并不是结束 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是黑白 下期见